啊是,张家,换账东西,爸,我说了我不想继承嫁业,我想和夏静在一起,您就同意了吧,你还要我跟你说多少次,那个女人心术不正,你怎么就不听劝,非要和她在一起呢?张老爷子气急败坏地指着张震天说道,爸,我求您了,您就让我和夏静在一起嘛,张震天哀求着,可怜兮兮地望着张老爷子爸,要怎么样您才能答应让我和夏静在一起? 夏静看到张震天都在苦苦哀求张老爷子,他觉得他自己在这里也要装装样子,不然张老爷子是不会同意他和张震天在一起的,是啊,叔叔,您就同意我和震天在一起,好嘛,我不会伤害震天的,我会努力做好一个妻子的本分,会孝敬您的,您就同意了吧,求求您了,叔叔,说完夏静就一下子跪在了张老爷子面前,张老爷子可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被蒙混过关呢?张老爷子笑道,你就这么想和我儿子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能有什么好处? 你能为了他放弃雇佣病的身份?你能为了他在家做一个合格的好妻子?如果你能我就答应你们在一起,如何? 张老爷子这招用的好,如果夏静拒绝,那么他便可以借此机会挑拨张震天和夏静的关系。 如果夏静不拒绝,那边是更好不过了。夏静弄了一下,他没想到张老爷子会这样来跟他谈条件,他犹豫了一下,到底要不要放弃自己的身份。 最终夏静还是决定继续做雇佣兵。 叔叔,对不起,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工作,我不想离开团队,所以请您原谅。 其实夏静原本就只是装装样子,好让自己在张震天的心理印象更好,并没有真的打算按照张老爷子的话去做,所以他又怎么会把张老爷子的话放在眼里呢? 张震天在听到自己的父亲提出这样的要求后,愣了一下,转头看着夏静,他原本以为夏静会为了跟自己在一起而放弃事业的,但是没想到,夏静说完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张震天正准备去追夏静,老爷子吼道,站住,你没看到吗?要是他是真的想跟你在一起,又怎么会不愿意为了你放弃身份?你还看不明白这个女人吗? 此时张震天陷入了沉默,是啊,如果他是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又为了什么不愿意放弃雇佣兵的身份呢?难道真的就像父亲说的那样只是立于熏心利用我? 张震天沉思片刻后,还是决定去找夏静,爸,我还是要去找夏静谈谈。 我想问问他为了什么不愿意放弃身份而跟我在一起。 张震天转身离开,该死的老头子,还真以为我在那里演下戏给他下个跪就是低头了。 哼,想让我低头那是不可能的,还敢跟我提要求,等我跟你儿子结婚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夏静一个人在湖边,咦,怎么震天还没追过来呢?不会是被他爸强行救在家里了吧? 夏静还不知,当他在拒绝张老爷子提出的要求之后,张震天对他的感情已经有了怀疑。 此时的他看到张震天还没有追过来,以为张震天不会出来找他了,所以他就坐了一辆黑色的车子离开了。 张震天在不听张老爷子的劝告追出来后,到处寻找夏静的踪影,可是哪里还有夏静的影子? 张震天在四处寻找无果后,他便一个人走在跟夏静一起走过的湖边,回想着当时自己的父亲在跟夏静提出的要求后,夏静的反应,他始终想不明白夏静到底是真的像自己父亲说的那样是为了自己家里的财产才跟自己在一起,还是为了完成雇佣兵的任务才跟自己在一起? 此时的张震天心里忐忑不安,他怕夏静真的如自己的父亲所说,如果真是那样,那张震天会如何? 夏静,夏静,你在哪里?快出来啊!张震天在湖边用力地大吼,他原以为夏静会站出来,可是没有想到回应他的只是一声又一声的回应。 张震天无助了,他独自蹲在湖边,思索着该去哪里找夏静,正当他抬头的时候,就看见一辆黑色车子从自己的面前经过。 没错,这辆黑色车子就是夏静坐的那辆车子。张震天看到后,就在车子的后面追着车子。 夏静,夏静,你下来啊!快下来张震天在车子的后面边追边叫夏静的名字,可是夏静仿佛就没有听见一样,没有人回应他,路人就像是看着白痴一样的看着他。 张震天跑累了,停下来了,他以为夏静会下来见他,可是他看见的只是扬长而去的车影。 回到家,你这个逆子,你还知道回来啊,怎么,人找到了?老爷子怒吼吼地问,没有找到。 张震天说,我在湖边找了,一起去过的地方都找了,最后只看见他坐车离开了。 张老爷子听了,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他以为夏静这是抛弃他的儿子了,他的儿子应该会对夏静死心,然后忘了夏静,重新找个女人。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最后会跟夏静发生关系,一发不可收拾,当然这是后话了。 正当老爷子开心的时候,张震天说吧,没什么事我先上楼去休息了,吃晚饭不要叫我,说完张震天转身就走。 张震天回到卧室后,还在想是不是他和夏静就这么结束了,以后还会不会在一起,夏静还会不会和他在一起,可是老爷子已经断定夏静不会和张震天在一起了,然后就到处去帮他儿子物色相亲对象,还说要门当户对。 孙管家说老爷,李家千金李家院不错,听说最近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老爷子听了,很高兴,他一直都挺喜欢家院这个女孩做他的儿媳妇最好不过了,然后老爷子就对孙管家说管家,你抽个时间把人家家院约出来。 我带着震天去见见,说不准震天就喜欢上了家院这孩子,就不会再跟那个心术不正的女人在一起了。 老爷,我看过了,三天后就可以,我已经帮您约了李家院。 三天后,老爷子带着张震天去公司,然后又找借口带着张震天去吃饭,实际是帮他相亲。 爸,您带我来这里做什么?我还有事,我先回去了。站住,叫你来吃个饭,顺便见个人,你把你的态度给我放好点,听见没有?见谁呀?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叔叔,您好,我是李家院,很高兴认识您。 李氏集团的千金小姐,李家院来到了张老爷子约他见面的酒店。 老爷子见到李家院这么有礼貌,这么有羞养,就在心里内定了这是他的儿媳妇。 张震天看到李家院进来的那一瞬间,一下子就明白了老爷子今天叫他一起吃饭的主要目的。 他心想,老爷子为了他的婚事可是很操心啊。 老爷子听到李家院的问候后,连忙站了起来李小姐,你来了,请坐。 叔叔,您不必客气,叫我家院就好。 李家院看见坐在老爷子旁边的张震天,忍不住问道,这位是。 老爷子见李家院在问候他儿子,他忙不迭地回答说, 这是我儿子,张震天。 老爷子见张震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招呼也不打一声,用手肘碰了张震天一下。 张震天见此难免觉得尴尬,他悠悠地站起来。 李小姐好,我是张震天,是他的儿子说完张震天还不忘用手指了指老爷子。 李家院觉得好尴尬,原本以为张震天会跟自己客气客气的,没想到就这么直白,看张震天的这个态度,是没打算跟自己在一起了。 那又为什么他的爸爸又要约我出来跟张震天相亲呢? 这是为什么?难道另有隐情? 张老爷子看着走神的李家院,用手在他眼前挥挥手,看见家院还没有反应,又叫了叫他。 啊,叔叔,您叫我呢? 实在不好意思,刚刚走神了。 李家院回过神后看见张老爷子眼巴巴地望着他。 家院,你在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叔叔我叫了您好几声你都没有反应,张老爷子好奇地望着李家院。 叔叔,我哪有想什么嘛,我就是看见您的儿子,出神了。 哈哈哈哈开心开心家院,那叔叔问你个问题,你可要老实回答叔叔哦。 好,叔叔,您问。 家院,你喜不喜欢我家震天啊? 张老爷子期待地看着家院。 张震天一听这话,愣了一下就轰得站起来了。 爸,您说什么呢?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也不止一次地跟您说过我要跟我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您怎么能擅自做主给我找人来相亲呢? 李家院在听到张震天的这些话后感觉好愤怒, 敢请人家老爷子约自己出来跟他儿子相亲。 他儿子还并不知情啊,这是演的哪出戏啊? 叔叔,震天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您约我出来跟他相亲? 震天不知道吗? 老爷子听了这话,赶紧地为他儿子说好话, 就怕李家院会不要他儿子似的。 家院啊,你听叔叔说,震天现在只是还放不下那个女人, 只要你们在一起了,他很快就会忘记的, 你相信叔叔。 爸,您说够了没? 我说了,我不会放弃夏静的, 您也不要老是费尽心思地给我找什么相亲对象。 我不需要,我有夏静就够了, 我早就跟您说过多次了,让您同意我和夏静在一起, 您就是不同意,现在又骗我出来给我找相亲对象, 您怎么能这样呢? 您这样?夏静要是知道了肯定不会高兴的。 李家院在听了张震天的这些话后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张老爷子看李家院已经到了怒急的边缘, 知道事情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看着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把自己辛辛苦苦制造的约会给弄成这样, 就恨不得冲上去, 给这个内障一巴掌, 混账东西, 给老子闭嘴, 张老爷子怒了, 叔叔, 看来您儿子对我可没有那个意思, 这门亲事就这样算了吧, 我李家院又不是没有人要, 追我的人多了去了, 又不差您儿子一个, 有必要故意将我约出来, 然后又让您的儿子来演绎出他多么爱那个女人的戏妈妈, 您这也未免太侮辱人了, 李家院气得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 李家院的话看似漫不经心, 实际张老爷子知道这是触犯了他的底线了, 于是张老爷子只能把火发到张震天的身上了, 你给我滚, 滚,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你给我滚出去, 老爷子这下是真的恼火了,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孝子, 你想气死我啊, 张震天见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就转头瞪了李家院一眼, 就刷门而去, 家院, 你你别生气, 回头我一定好好说说他, 好不好, 张老爷子现在对李家院已经用上了恳求的语气了, 李家院见张老爷子这父母呀, 就已经知道了张老爷子的目的, 他忍不住在心里看不起张老爷子, 叔叔, 我并不是一定要跟张震天在一起, 是, 我承认, 我对您儿子的确是有好感, 说实话, 您和您的儿子这两者之间, 我更敬佩您的儿子, 您儿子活得坦坦荡荡, 可以为了自己心爱的人放弃条件优越的我, 这点让我不得不佩服, 但是, 叔叔, 我不是非您儿子补嫁,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到此为止, 张老爷子一听, 就知道李家院是真的不要自己的儿子了, 老爷子只能在心里把自己的儿子骂个千遍万遍, 叔叔, 说说吧, 您的目的, 李家院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老头子,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公司能有更大的前途, 居然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幸福来做交换, 看着此眉目善的,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心思, 家院, 叔叔呢, 没有别的目的, 我只是不想让我儿子误入企图, 李家院听了顿时愣了, 什么叫误入企图, 难道真的是我误会什么了, 叔叔,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否说明白, 家院啊, 叔叔告诉你了, 你可不能让正天知道啊, 要帮帮叔叔, 可以吗? 叔叔, 您先说, 说了我才知道我能不能帮, 或者我会不会帮, 张老爷子一想也是, 总不能自己什么都没说就让他帮自己吧, 家院啊, 正天他喜欢上了一个雇佣兵出身的女人, 你也知道, 这种事在豪门怎么能发生呢? 爱张老爷子把张正天和下进的事对李家院说了一遍, 李家院也觉得心酸, 叔叔, 这件事, 我考虑考虑, 我不能这么快就答复您自己是否能帮您, 还请您给我时间想想, 张老爷子洗上眉梢, 就跟李家院告辞离开了, 张正天在被老爷子赶出来后就去找下进了, 最后他在下进工作的雇佣兵团里找到了下进, 一把拉住下进就走了, 你为什么躲着我? 还有, 那天你坐的车是谁的车? 张正天冲着下进吼道, 那天我出来了, 你都不来找我, 今天怎么舍得来找我了? 我问你,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地想跟我在一起? 是, 我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你爸不同意, 还用说我是为了你家的钱才跟你在一起的, 既然你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的, 那你现在就跟我走, 那我们先去喝一杯, 走, 张正天和夏静一起去酒吧喝酒, 因为开心, 张正天喝了不少的酒, 而夏静喝的比较少, 张正天在慢慢地失去意识的时候, 夏静说他要去上个厕所, 张正天让夏静去上厕所后, 就被一个女人扶进了房间里, 张正天把这个女的看成了夏静, 于是就借着酒精把这个女的给抢了, 这个女的就是之前跟他相亲的那个对象, 李家苑, 张正天渐渐地酒醒了, 感觉有点不对劲, 就慢慢地转过身去看了一眼自己的床旁边, 这一看, 他都吓傻了, 天啊, 惊恐惊恐这不是那个李家苑吗, 怎么睡在我旁边, 张正天刚好在心里吐槽完, 他旁边的李家苑就慢慢地醒过来了, 啊, 你这个王八蛋, 你对我做了什么, 李家苑惊叫道, 张正天慌了, 他原本以为李家苑不会叫出来的, 没想到他就这么叫了出来, 这要是被夏静知道了可怎么办啊, 他怎么能叫出来呢, 这可怎么办, 张正天想了一会儿, 觉得没办法, 只能和李家苑谈条件了, 可是, 人家是李氏集团的千金, 他又不差钱用, 这到底该怎么办嘛, 李家苑小姐, 你别哭了, 你与其在这里哭还不如来跟我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 你说是吗, 张正天是他能和李家苑谈着条件, 可是李家苑哪里是这么容易就能解决的麻烦呢, 李家苑越哭越大声, 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张正天, 你这个王八蛋, 你爸爸来找我跟你一起相亲的时候, 问你同不同意, 你说不同意, 现在呢, 亏你当时还说的那么义正言辞, 原来你只是表面不同意, 而心里又不是这么想的啊, 不愧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李家苑带着哭腔的说出来, 感觉好委屈, 还是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张正天的时候反应, 行了, 现在不是应该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吗, 张正天听了李家苑的哭声过后, 他就火了真是的, 我还怕下镜之刀呢, 你还好意思在这里哭哭啼啼的, 还真是厚脸皮, 你这个王八蛋, 神经病, 你给我去死, 你到底要不要解决这件事, 不要就算了, 要啊, 肯定要解决这件事啊, 难不成你还想走, 行行行, 你说, 怎么解决, 李家苑若有所思地想了想, 然后开口说, 既然你都问我的意见了, 要是不让你负责还真是说不过去, 要不, 你就娶了我, 李家苑笑嘻嘻地望着张正天, 我靠, 这个李家苑心机还不小啊, 居然敢让我娶了他, 看我不教训教训他, 李家苑, 你真的是李氏集团的千金吗, 怎么感觉你就和世锦小痞子一样啊, 还真不要脸, 哟呵呵, 你还真敢说得出来啊, 你不想负责就职说吗, 跟你说解决不了这件事, 还有你爸呢, 再不计我可以去找你说的那什么夏静啊, 我可以告诉他让他来选择啊, 你说是吧, 你, 你敢, 你要是敢去找夏静告诉他这件事, 我跟你没完, 气死我了, 这个死不要脸的, 还真敢说, 哼, 哼, 张震天和李家苑的心里一惊, 刚刚是谁在哪里, 难道是夏静, 谁, 是谁在那里, 张震天听到声音后就连忙跑去门口看, 他不看还好, 这一看就真的愣了, 这不是夏静是谁, 夏静, 你怎么会在这里, 张震天用手去拉住夏静的手,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夏静发起火来这么可怕, 混蛋, 你别碰我, 我就去上个卫生间, 你居然, 夏静用力一耍, 把张震天的手甩开, 一巴掌就扇过去了, 夏静,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啊, 不是我想的那样, 我都听见了, 我听见那个女人和你的所有对话了, 你是谁, 你为什么会跟我的人在一起, 夏静指着李家苑问, 我, 你管我是谁, 张震天, 你告诉我, 这个你的是谁, 你们什么关系, 说, 你说啊, 你告诉我啊, 夏静现在如同风了一般, 用手锤打着张震天, 撕心裂肺地吼着, 李家苑见到他们两个这样, 还唯恐天下不乱地进去掺火, 好了好了, 我告诉你我是谁, 我就是张震天他爸爸给他找的相亲对象, 同时我也是李氏集团的前金, 更是从美国留学回来, 怎么样, 他爸爸不喜欢你这个雇佣并出身的女人当他的儿媳妇, 你能怎么样, 你比得过我吗, 张震天,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 夏静, 你冷静点, 是, 我承认, 他的确是我爸给我找的相亲对象, 他也的确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也是李氏集团的千金, 张震天把他爸爸给他找相亲对象这件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夏静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可是张震天还在继续说着, 咦, 震天啊, 你怎么没说你爸要让我跟你结亲的目的啊, 你是怕说出来会上娱乐逃条, 还是你不想承认你爸爸是那样的人, 或者你并不知道你爸爸的目的, 李家苑这时已经停止了哭声, 把妆逗哭花了的他抬起那只有巴掌大的脸蛋望着张震天和夏静, 你给我闭嘴, 谁同意让你叫我震天的, 张震天对着李家苑一吼, 以为这样就能够让夏静自动不提这件事,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会这样, 夏静问张震天, 震天, 告诉我, 你爸爸的结亲目的, 还有你知不知道你爸爸的这个目的, 不好, 这下可怎么办, 虽然知道我爸让我和李家苑结亲是为了公私利益, 可是这要怎么说呢, 你就是夏静吧, 李家苑看了一眼张震天后就问夏静, 对, 我就是夏静, 原来真的是夏静, 长得倒挺乖的, 真不知道他干嘛要去当雇佣兵, 如果他不是雇佣兵, 也许叔叔就同意他们在一起了呢, 哎, 你不是想知道他爸爸让我和他结亲的目的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如何, 这女人有病吧, 就算我想知道又能怎么样, 反正震天又不会喜欢他, 你说, 第一, 他不希望他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找一个雇佣兵在一起, 第二, 他不希望他未来的孙子的妈妈是人人都恨的雇佣兵, 第三, 他不希望张氏集团的名誉因为你一个雇佣兵而毁于一旦, 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希望李氏集团能够助张氏集团一臂之力, 李家苑说完了就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张震天也知道他爸的目的, 不信你可以问他, 夏静听了李家苑说的目的, 望着张震天, 他说的都是真的, 你知道你爸爸的目的, 是吗? 是, 我知道我爸爸让我相亲的目的, 他说的也都是真的, 好, 还好, 张震天, 你给我听好了, 你爸既然这么希望你和他在一起, 这么看重钱, 名和利, 那你为何不同意了呢? 夏静听到张震天的回答后, 崩溃了,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跑出去了, 就因为李家苑的一番话, 让他和张震天之间误会重重, 小薇在将自己的手臂砍下后, 那手臂上的血就像喷泉一样, 向外面蹦出, 血打湿了他的衣巾, 原本黑色的行刺衣服, 现在经过血水的渲染, 也可以看出衣服上面有淡淡的血迹, 触目惊心, 难道小薇他亲手把自己的手臂挥刀起起砍下他就感觉不到一丁点疼吗? 不, 他也很疼, 可是他心智肚明, 他的身份是雇佣兵, 既然是雇佣兵, 那么他就要遵从上级发下的任务, 如果没有完成上级发下的任务, 那就必须要受罚,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他身为雇佣兵, 就必须要服从命令, 夏静看着小薇毫不犹豫地就将自己的手臂砍下, 都有点愣神, 他一直以为小薇会求情, 会跟他说自己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 为什么没有杀了李家苑,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小薇就这样接受了惩罚, 那可是一条手臂啊, 夏静现在对小薇有了新的看法, 觉得小薇还是挺有男子气概的, 居然就这样把自己的手臂砍下, 小薇, 其实你没必要把自己的手臂砍下来, 你只要说明白你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 为什么没有杀了李家苑那个贱人就行了, 干嘛不说呢, 夏静看着小薇的断臂不忍心地问道, 小薇听了夏静的话, 愣愣地看着他, 这还是雇佣兵团的领导嘛, 夏姐, 没有完成任务就要受罚, 这是规定, 我们不能破坏了团规, 你说是嘛, 小薇望着夏静说道, 夏静见小薇这样说, 也就只能硬着头皮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了, 这次没有把李家苑那个贱人杀死, 往后可就麻烦了, 他会不会告诉张震天呢, 又或者会不会告诉张老爷子呢, 本来张老爷子之前看自己就不顺眼, 这要是李家苑在跑去跟张老爷子说我想杀他的话, 那张老爷子岂不是看我更不顺眼,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以后想和张震天在一起就更难了, 如果张震天知道我派小薇去杀李家苑的话, 震天会不会生我的气呢, 这可该怎么办才好呢? 哎, 李氏集团, 李家苑匆匆忙忙地跑进李氏集团董事长的办公室, 找他老爸告状去了, 李氏集团的董事长是李家苑的爸爸, 叫李海啸, 他在李氏集团占有50%的股份, 是李氏集团最大的股东, 性格捉摸不定, 十分疼爱李家苑这个幼女, 李家苑被视为她的掌上明珠, 爸, 女儿来看你了, 李家苑直接把办公室的门推开, 冲了进去, 李海啸看见自己的宝贝女儿来公司找她, 愣了一下就咧开嘴笑了起来, 家苑, 你来了啊, 来, 快来爸爸的身边, 几年不见了, 想爸爸没有啊, 爸爸, 女儿肯定想你了啊, 你想女儿没有啊, 女儿都出国三年了, 这三年里, 您越活越年轻了呢, 李家苑坐到李海啸旁边去了就开始撒娇, 哄得他老爸简直是乐呵呵, 李海啸听见自己的女儿这么夸自己, 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李海啸三年没有看见自己的宝贝女儿了, 这一见面, 就舍不得自己的女儿离开了, 家苑啊, 你来找爸爸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爸, 您怎么这么说呢, 没事, 女儿就不能来看您了啊, 李家苑说着还故意撅起自己的嘴唇, 你这孩子, 爸爸还不知道你啊, 之前爸爸想让你来公司帮忙, 你是宁可出国都不愿意来公司帮你爸爸, 这下刚一回国就来公司找你爸爸了, 你说你没事会来公司看我, 李海啸笑着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 你看看你, 这么大了这小嘴啊, 还是和你小的时候一样, 只要不高兴的就把嘴唇撅得高高的, 都能拴住一头驴了, 哈哈偷笑偷笑, 李家苑见自己的小脾气被父亲取笑了, 赶紧说道, 爸, 好了好了, 女儿来公司的确是有事找您, 可是女儿也是来看您的啊, 您就别不开心了, 李海啸看见自己女儿撒娇的模样就觉得好笑, 这么可爱的女儿怎么舍得让她再离开呢, 家苑啊, 来, 说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说出来听听, 也许老爸我能帮你呢, 爸, 您可知道张氏集团的张老爷子, 当然知道啊, 方言整个二世, 又有几个名门望族不知道张某那个老头子呢, 好吧, 家苑, 你怎么会问我知不知道张某那个老狐狸呢, 李海啸狐狸地看着李家苑, 爸, 前几天那个张老爷子来找过我, 找过你, 那个老狐狸找你做什么,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爸爸, 张老爷子找我是为了我和他儿子张正天的婚事呢, 如果告诉爸爸了爸爸会怎么想, 要不要告诉爸爸张老爷子的目的呢, 其实就算不告诉老爸张老爷子找自己的目的, 爸爸也应该猜得出来张老爷子的目的, 就连从来都不管公司的我都可以一下子猜到, 更何况是在商场上历经百战的老爸呢, 李家苑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告诉自己的爸爸张老爷子找自己的目的吧, 爸, 张老爷子找我就是为了想让我和他的儿子张正天成婚, 什么, 让你和那个小子成婚, 这不可能, 这是我绝不同意, 李海啸听见李家苑这么一说立马就火冒三丈, 太拙战起了, 对啊, 爸, 你怎么这么大的火, 李家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发这么大的火, 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爸爸一听见张老爷子和张正天这个名字, 他就这么大的火呢? 爸, 您能告诉我, 为什么您一听见张老爷子和张正天这两个名字, 您就这么大的火呢? 家苑啊, 在这个城市里, 谁不知道张正天喜欢上了一个雇佣病的女人, 而张老爷子却见雇佣病的那个女人非但不能帮自己的忙, 让公司的骨架走上深枯, 反而使公司的骨架一落千丈, 同时还让自己的儿子与自己闹翻, 他怎么可能让这样的女人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这不是让公司走向灭亡吗? 原来如此, 爸, 想必您也知道张老爷子的目的了, 女儿就不多说了, 您好好休息, 我就先回家了, 您下班了早点回来, 女儿在家做好晚饭等您, 等您回到家了我们父女俩再好好聊聊天, 李家苑起身对着李海啸笑了笑, 就转身离开了, 李家苑回到家后没有多久, 就开始做饭等着李海啸回家吃饭, 李家苑做的饭菜全都是李海啸最爱吃的, 晚上, 李海啸回到家, 就看见满满一桌的菜, 李家苑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 就看见李海啸已经回到家了, 爸, 您回来了, 您快去洗手, 然后来尝尝女儿做的饭菜, 是不是还和之前一样? 李家苑在她出国之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 和古时候的那些什么公主, 妃子一样, 食指不沾扬春水, 在之前李家苑做出来的饭菜, 是没有人敢吃的, 就连宠她宠上天的爸爸都说她做的饭菜很难吃, 也海啸去洗碗手出来就坐在餐桌前面, 开始和李家苑一起吃饭, 哎, 家苑, 你的厨艺有长进, 和之前你做的饭菜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以前啊, 你做的饭菜, 你老爸我可是不敢吃的, 没想到你出各国回来后不仅人越长越漂亮了, 而且呀, 你的厨艺也越来越好了, 爸爸我很高兴, 李海啸尝了一口菜, 就问李家苑, 对了, 家苑, 今天下午你去公司找我的时候, 你说张老爷子找你, 想让你和他的儿子张振天结亲, 这是怎么回事? 爸, 你应该知道张老爷子让他儿子跟我结亲的目的, 这当然了, 那个老东西让他那不成器的儿子跟你结亲不就是为了公司的股价上升, 不就是为了能够让公司的名誉不再受到诋毁吗? 可是这个老东西想得太好了, 他以为他不来找我就直接去找你就能让我这么轻易地 把自己的宝贝女儿下嫁给他那不成器的儿子, 爸, 今天下午在公司你也说到了张老爷子, 张振天, 还有那个雇佣宾女人的事, 你能不能再说明白一点? 说到那个夏静, 你是不知道张老爷子是有多讨厌他? 就在前一段时间, 张振天和夏静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无人不知, 张老爷子说夏静是为了张氏集团的财产才会跟张振天在一起, 因为夏静跟张振天在一起, 所以让张氏集团的股价大跌, 为此张老爷子差点将张振天赶出家门, 张老爷子对张振天说以后如果再因为和那的夏静在一起, 而影响公司形象的话, 就当没有他这个儿子, 可是张振天非但不听张老爷子的话, 反而还变本加厉地跟夏静一起出现在公司里, 张老爷子也因为这件事情的差点中风, 后来也不知道张老爷子是用了什么办法把夏静逼走了, 张振天那段时间到处找人都没有找到, 李家苑听了挺好奇那天准备来杀我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夏静派的人来的, 爸, 您说夏静是雇佣兵, 对吧, 李海啸见李家苑这么好奇, 自己倒也觉得有点好奇自己的宝贝女儿为什么要问这么清楚, 所以对自己的女儿自然是之无不炎焰无不尽, 没错, 那个夏静的确是雇佣兵, 他不仅是雇佣兵, 而且还是雇佣兵的团长, 家苑, 你问这些做什么, 李海啸好奇地望着自己的女儿, 爸, 没什么, 对了, 爸, 夏静既然是雇佣兵的团长, 那他是不是有很多的手下啊, 他的手下有没有一个叫小魏的, 哎, 家苑今天这是怎么了, 他才刚回来没几天, 他怎么会知道夏静那个女人的手下有一个叫小魏的, 李家苑看见自己的爸爸没有回他, 就抱着李海啸的手臂晃来晃去的, 爸, 您怎么了, 怎么不回答女儿呢, 你知道的, 是不是, 没错, 他的确是有很多手下, 其中也的确有一个叫小魏, 是他的得力助手, 是那他的信任, 只要是有重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去办, 爸, 那他的手下是不是一般都叫夏静夏姐啊, 咦, 家苑, 你怎么知道的, 按道理说, 你才回来没几天你应该是不知道雇佣兵团内部的事情的啊, 可是你怎么回来短短几天就知道内部这么多的事情, 原来如此, 看来来杀我的那个人真的就是夏静派来的了, 李家苑自言自语地说着, 他终于知道为什么那天那个人嘴里一直说着自己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不该得罪夏姐了, 李海啸听见李家苑说的暗杀, 一马拉住李家苑的手问他是怎么回事, 家苑, 你说清楚点, 什么杀你, 还有什么是他派来的, 爸, 我实话实说吧, 就在张老爷子见了我的第二天, 就有一个黑衣人来杀我, 当时他说他叫小薇, 我当时也挺莫名其妙的, 我才刚回来会惹到什么人呢, 让他不惜一切地来杀我, 我当时问他, 为什么要杀我, 那个叫小薇的嘴里一直说着我不该惹到他夏姐, 我还纳闷了, 夏姐是谁啊, 我又不认识什么夏姐, 又怎么会惹到他呢, 后来那个叫小薇的也不知怎的没有杀我他就走了, 李家苑把那天小薇暗杀他的事情对李海啸说了一遍, 李海啸一下子就火了, 要是可以看见怒火血条的话, 就可以看见李海啸那头顶的怒火血条疼疼疼地直冲上去, 他这下是真的火了, 公司被人陷害差点破产倒闭, 他都没有这么生气过, 也对, 谁能比得上自己的掌上明珠呢, 自己捧在手里怕掉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的女儿, 自己骂都舍不得骂的女儿, 居然差点被人暗杀了, 爸, 张老爷子为了张振天的那件事还求了我, 让我假装和张振天发生关系, 然后让夏静看到, 好让夏静自己离开,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夏静才会让小薇来杀我, 李家苑苦笑道, 家苑, 爸爸挺好奇的, 那个小薇听夏静的话来杀你, 可最后他却没有杀你, 那么他回去是怎么对夏静交代的呢? 爸, 什么交代,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家苑不解的看着自己的爸爸, 你不知道吗? 雇佣兵团规定, 只要是上级任务一旦发下, 去执行任务的这个人就必须完成任务, 否则回去是要受到团规的制裁的, 原来还有规定, 我还真的不知道, 那没有完成任务的会受什么样的制裁, 如果是身的上级信任的下属, 没有完成任务, 回去轻则自断一臂, 重则自杀, 张老爷子居然敢利用你, 这件事没完, 李海啸把桌子给砸了, 李海啸是真的气急了, 放眼整个城市, 还没有人敢利用我李海啸的女儿, 这个张老不死的, 竟然敢如此大胆利用我的女儿去帮她达成目的, 哼, 小诚, 你去把张老爷子约出来, 就说我和她谈谈南希那块地皮的项目合作, 小诚是李海啸的左膀右臂, 是她最得力也是最信任的助手, 小诚的年薪在李海啸四个助手中是最高的, 第二天, 李海啸去公司上班后, 就让自己的秘书约张老爷子出来, 名义上试谈合作, 实际乃是算账, 李海啸疼上天的宝贝女儿, 岂能让别人利用, 张董事长, 您好, 我是李氏集团董事长的秘书, 您叫我小诚就好, 我们董事长想约您谈谈南希那块商业地皮合作项目的事,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小诚客气地询问张老爷子的意见, 小诚按照李海啸的吩咐去将张老爷子约出来, 张老爷子听了还以为是因为李家院回去在他爸爸那里帮忙说话, 才让李海啸跟他合作项目, 可是时却狠狠地打了张老爷子的脸, 好, 我随时都有时间, 就是不知道李董事长何时有时间呢, 张老爷子问小诚, 那目光望着小诚, 就像是饥饿的狼看着新鲜的食物一样流着口水, 生怕到嘴的这块肥肉不翼而飞, 小诚看着张老爷子望着自己的那个眼神, 在心里默默地替张老爷子叹了口气, 哎, 要是被张老爷子知道, 董事长约他并非谈合作的事, 而是算账, 不知道张老爷子的脸会绿成什么样子, 不过这也算是张老爷子咎由自取了, 他利用谁的女儿不好, 偏偏利用董事长的女儿呢, 谁都知道家院小姐是董事长的掌上明珠, 岂能容他来利用, 哎, 那好, 张董事长, 等我董事长有时间了就联系您, 您看可以吗, 张老爷子求之不得, 巴布的越早跟李海啸合作越好, 他怎么会不乐意呢, 于是张老爷子连忙站起身来对小诚说, 好, 那就这么定了, 只要李董事长有时间, 你就可以联系我, 我一定会来的, 张老爷子这迫不及待的举动, 更是让小诚替他感到悲哀, 小诚回去后把自己跟张老爷子的谈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海啸, 李海啸听后不由地嘲讽张老爷子, 哼, 就凭他这个老不死的, 有什么资格跟我合作, 他又有什么资格让他纳不成气候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在一起, 他张默还没这么大的面子, 小诚, 你去告诉张默, 就说见面约在三天后我们公司楼下旁边的咖啡店, 中午十二点, 过时不后, 去吧, 李海啸说完了就挥手示意小诚下去, 小诚对着李海啸弯腰点头道, 好的, 董事长,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办, 小诚说完就退出去了, 剩下李海啸在办公室里, 喂, 你好, 我是李氏集团董事长的助手, 我找张董事长, 请问张董事长在吗? 张老爷子的秘书说, 不好意思, 张董事长不在, 请问您找董事长有什么事吗? 可以告诉我, 我会帮您转告的, 小诚说, 可以, 请你转告张董事长, 我们董事长说三天后中午十二点我们公司楼下旁边咖啡店等张董事长出来谈合约, 过时不后, 小诚说完就挂了电话, 傍晚, 张老爷子回到公司, 他的秘书告诉他李海啸约他在三天后在李氏集团楼下旁边的咖啡厅谈合作的事, 张老爷子听了高兴坏了, 终于要见面了, 终于可以拿下南希那块地皮的合作项目了, 这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这次还真的多亏了李海啸他的宝贝女儿, 李家院啊, 如果没有他去帮我说服他那难缠的老爸, 我又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拿下南希的合作呢? 哈哈哈哈, 不知道如果李海啸知道是我利用了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 他会不会气死? 张老爷子以为李海啸约他见面了, 这次的合作真的会谈下来, 他以为李海啸约他见面是李家院帮忙说服的李海啸, 还以为李家院帮了他很大的忙, 可是谁又知道, 张老爷子再见了李海啸之后, 非但没有谈下合约, 反倒差点让自己的公司破了产, 直接面临倒闭, 当然这是后话了, 三天后, 李氏集团楼下咖啡厅, 李海啸为了出口气, 都下午两点了才决定去咖啡厅见张老爷子, 张老爷子的秘书都按捺不住了, 可是张老爷子却还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董事长, 我们回去吧, 李董事长应该不会来, 您在这里等着也无济于事啊, 我们还是先回去, 然后再联系李董事长, 您觉得呢? 他的秘书在这几个小时里不止一次劝过张老爷子, 让他别等了, 可是张老爷子却直怒地等在这里, 他知道李海啸回来, 不用回去我相信李海啸回来的, 他既然约我出来就肯定回来, 张老爷子说完就坐在椅子上望着外面, 他一直在等着李海啸的影子, 终于等来了, 李海啸来到咖啡厅, 二话不说就直接坐下去, 张老爷子讨好事地就给李海啸点了一杯咖啡, 可是张老爷子没有想到李海啸直接就问, 张董事长, 您一个长辈, 为了难惜那块地皮的合作, 你居然利用一个晚辈, 您觉得合适吗? 李海啸笑里藏刀地看着张老爷子, 张老爷子这一瞬间居然觉得被李海啸看得毛骨悚然, 感觉李海啸那眼神都可以杀了自己, 张老爷子本就为了合约而来, 见李海啸如此也只能低头了, 是, 李董事长说的是, 张老爷子还是厚着脸皮问合作之时, 可怜的张老爷子, 他怎么也想不到今日见面哪里试探合作, 而是为了算张老爷子利用自己女儿的账啊, 那李董事长, 南希合作项目的是, 您看是不是可以? 李海啸轻蔑地瞟了张老爷子一眼, 哦, 合作, 什么合作,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有合作, 您如此利用我的女儿, 还好意思来跟我说合作, 张老爷子问, 不是您让您的秘书约我出来说是谈南希项目的合作吗, 怎么您不知道这回事, 张老爷子疑问地望着李海啸, 哦, 您说的是这个事啊, 这件事我知道,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今天约您出来, 名为谈合作, 实为算账, 您老就等着我的报复吧, 李海啸轻蔑说完就走了, 张老爷子为了能够顺利地拿下南希那块DP的合作项目, 便早早地就去公司开完会议就直接赶去了咖啡厅, 张老爷子到达咖啡厅的时候, 才上午九点, 听了李海啸的话后, 张老爷子直直地坐了下去, 就连张老爷子的秘书都不由得在心里为张老爷子莫叹, 哎, 董事长为了南希这块DP的合作, 真的是下的去决心啊, 自从李董事长的秘书约董事长见面那天开始, 董事长几乎都没有怎么休息过, 就在担心合约能不能拿下来, 谈合作的时候会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 这几天董事长可谓是度日如年啊, 好不容易熬到今天了, 又这么早早地来这里等着, 可结果谁知道李董事长并不是来谈合作的事, 而是为了董事长利用他那宝贝女儿的事来找董事长算账, 张老爷子听了李海啸的话当场就懵了, 这不是说好的来谈合作的事吗,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来跟我算利用他女儿李家园的事啊, 张老爷子不服气地跟着李海啸的车尾追过去, 他不想自己策划如此之久的计划就这样泡谈, 他还想尽力一搏, 争取得到李海啸的原谅, 能够和李海啸合作南西项目, 可是等他追到李海啸的时候, 李海啸的旁边却站了几位中年人, 张老爷子一看这几位中年人就知道是谁, 这几位中年人就是给张氏集团投资做项目的背后投资人, 一位是沈阳, 另外一位是邓超, 当张老爷子看到这几位投资人和李海啸有说有笑的时候, 就知道他们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张老爷子的秘书见张老爷子的脸色有点难看了, 就劝说张老爷子回公司去, 张老爷子挥手是一秘书不要说话, 独自思考着, 张老爷子思考在三最终还是决定要去当面问问李, 海啸跟投资人的关系是不是像自己想的那样不一般, 过去正好可以装作没有看见李海啸那个老奸巨华的老头子, 也可以狠狠地打一下他的脸了, 姨这不是沈阳老板吗, 张老爷子漫步惊心地走过去跟投资人沈阳老板搭话, 还故作惊喜地对另外一个投资人邓超说, 呦,原来不只是沈阳老板在这里啊, 就连邓超老板你也在啊, 幸会幸会, 不知二位在这里做什么呢,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项目了, 张老爷子说着说着就坐在了沈阳和邓超的旁边, 张老爷子明明看见李海啸了却真的装作没有看见他一样, 就只和两位投资人说话, 完全当李海啸是空气, 张董事长, 您怎么会在这里呢, 您是在这里有什么事吗, 沈阳若有所思地望着张老爷子, 没事啊, 我就是在这附近逛逛, 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二位, 张老爷子决定绝对不能让沈阳和邓超知道自己, 是跟着李海啸的后面才会知道他们之间的联系, 一定要从他们的嘴里知道他们和李海啸的关系, 不知道二位在这里做什么呢, 邓超忍不住说, 张董事长, 您一直都没有看见李董事长在这里吗, 邓超不问还好, 一问了就真的是在狠狠地抽李海啸的脸了, 李海啸原本来以为张老爷子会说自己跟他刚见过面呢, 没想到张老爷子直接就来一句, 哎呦喂, 李董事长你怎么在这里呀, 别告诉我您一直都在, 张老爷子阴险地看着李海啸, 邓超见李海啸被张老爷子问得哑口无言, 瞎不来台了, 就赶紧去打圆场, 想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 可是张老爷子也不是阮世子任由别人欺负的, 张董事长, 您这不是说笑吗, 李董事长他的确确是一直坐在这里的, 在您来之前李董事长就坐在这里的, 张老爷子真是一点都不嫌李海啸火烧得大, 还在添油加醋地说, 哎呦, 我是真的没有看见李董事长他老人家坐在这里的, 看来是我老眼昏花了, 李董事长这么大个人坐在这里, 我怎么就没有看见呢, 这又不是小狗坐在这里的, 张老爷子这是在拿李海啸和狗做比较啊, 李海啸的年纪本就没有张老爷子大, 但张老爷子却反过来叫李海啸老人家, 李海啸那么精明的一个人又怎么会听不懂张老爷子是在拿自己和狗做比较呢, 李海啸实在是忍无可忍争准备发表的时候, 张老爷子又说, 哎呦, 看我这嘴, 真是的, 乱说什么嘛, 李董事长是人又不是狗, 怎么能跟狗相比呢, 您说是吧, 李董事长, 还请李董事长别介意, 张老爷子说完还不忘用手拍拍自己的嘴, 邓超和沈阳还有两个秘书都看懵了, 张老爷子虽然嘴上说李海啸是人不是狗, 但是他的话还是把李海啸和狗画在一起的啊, 李海啸终究还是忍不住发火了, 他一掌排在桌上, 站起来就指着张老爷子, 你, 你再说一遍, 什么人啊狗的, 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好东西, 谁也没有想到张老爷子居然在这里跟李海啸两个吵起来了, 沈阳, 邓超, 还有两个秘书他们四人相互看了一眼, 仿佛就在问彼此张老爷子和李海啸会不会打起来, 他们四人心里都心知肚明, 知道张老爷子误会什么了, 也知道这是张老爷子故意的, 故意装作没有看见李海啸, 故意把李海啸跟狗做比较, 也是故意的想激怒李海啸, 反倒是李董事长什么也没做, 就莫名其妙的被比做狗了, 还没等两人把架掐起来, 沈阳就已经去打原场了, 张董事长, 李董事长, 您两位冷静一下, 听我说, 我和邓老板来这里喝茶, 刚好就看见李董事长进来了, 我们之前和李董事长有过一面之缘, 所以看见他进来了就过去打个招呼, 我们刚好坐下, 这不, 您就来了嘛, 可您怎么一进来就像是吃了火药一样的, 沈阳对张老爷子解释完了, 还不忘询问李海啸的意见, 转身问李海啸, 李董事长, 您说是吧, 哼, 话是没错, 可就是不知道是谁一进来就疯狗乱咬人, 李海啸也不甘心被张老爷子骂, 张老爷子最初还不信沈阳的话, 就转头问邓超, 见邓超还有自己的秘书也都点头, 才知道自己误会了李海啸, 张老爷子转身对着李海啸陪笑道, 李董事长, 真是不好意思, 是我没有弄清楚状况, 误会您了,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这一次, 哼, 李海啸一气之下就走了, 张老爷子信了他们的话, 却不知在他追到这里的时候, 李海啸和两位投资人就已经谈完了, 李海啸原本还在考虑要不要因为自己女儿的事情就让邓超和沈阳撤资, 但是刚刚经过张老爷子的狗比较就决定一定要让张士吉腾付出代价, 李海啸离开后就给沈阳邓超发信息说撤资, 张老爷子跟沈阳邓超两个寒暄了几句也就告辞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 公司就打电话说, 投资人撤资了, 张老爷子一赶到公司就召开董事大会, 在董事会上张老爷子问,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投资人撤资, 还有, 投资人怎么说撤资就撤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董事会上的其他董事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张老爷子, 张老爷子一脸猛逼地问,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这是跟我又没关系, 董事会的人说, 这跟你没关系嘛, 你明明知道沈阳和邓超跟李海啸的关系, 您偏偏还去骂李海啸是狗, 还拿他和狗做比较, 也难挂人家会让沈阳和邓超撤资了, 哼, 张老爷子一脸不解地问, 他们有关系嘛, 不就只有一面之缘嘛, 张老爷子还是满脸的不信, 和一面之缘, 这你也信, 这下好了, 人家撤资了, 公司这么大的资金缺口, 您自己看怎么处理, 董事会的人说完就集体离开, 只留下张老爷子在会议室, 张老爷子怎么也没想到, 昨天自己信任的投资人居然真的跟自己的商业敌人关系非凡, 张氏集团因为巨大的资金缺口而即将面临破产并且倒闭, 就连一向正定自如的张老爷子也感到了深深的压力, 张老爷子始终都不相信在自己公司投资了这么多年的人居然是自己在商场上敌人的伙伴, 就连他们两个投资人的投资都是因为受别人的指使才投资, 这让张默心里有点难以接受, 原本以为这次的工程会很顺利, 原本以为这次能够利用李家苑拿下南希项目合约, 可是有谁想到了, 不但没有拿下南希项目的合约, 反而激怒了投资人, 让投资最多的两个人撤资, 直接让公司进入了空前绝后的打击, 这次又该怎么渡过难关呢? 张老爷子心里不甘心, 他盼望着能有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投入大笔资金, 帮助他渡过难关, 张老爷子决定四处访问与他合作项目的朋友, 希望这些朋友能够助他一臂之力, 就在张老爷子到处访问的时候, 那些所谓的朋友都只能提供少许资金, 这些资金加起来还不够公司资金缺口的十分之一, 这让张老爷子头疼, 最后张老爷子准备召开董事会, 宣布公司破产, 振天啊, 公司撑不下去了, 你有没有帮爸爸去找李家苑啊, 他愿不愿意帮帮忙, 张老爷子打电话问张振天, 他满怀喜记等着张振天的回答, 可是张振天的回答无疑是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喝帮忙, 您想得可真好, 您都利用了别人的女儿, 您认为他还会让自己的女儿再来被您利用一次吗? 张振天毫不客气地对自己的父亲说, 张振天也悲弃得不轻, 他不是没有去找李海啸和李家苑, 他去找他们的结果居然是李家苑说喜欢张振天, 想让张振天跟他在一起, 并承诺, 只要张振天跟李家苑在一起, 李海啸就同意不撤资, 可是张振天对夏静那么痴情怎么可能会答应? 张老爷子现在只能病急乱投医了, 张老爷子为了不让公司倒闭, 召开了记者大会, 在记者会上做出承诺, 我张默在此承诺, 只要有人能够给张氏集团投资, 让张氏集团正常运转, 我可以把公司一直以来都不舍得拍卖的地皮拱手让给他, 原来张氏集团还有一块地皮, 价值不菲, 可是张老爷子怎么舍得在这种关头将这块地皮拿出来拍卖呢? 张老爷子心知肚明, 如果这个时候将这块地皮拿出来拍卖的话, 一定会价格大跌, 只有将这块地皮作为条件让别人投资才能挽救公司移民。 就在所有人都在络绎不绝的时候, 夏静来到了记者大会的会场, 张老爷子惊呆了, 会场的朋友惊呆了, 包括张振天也都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夏静回来这里, 而且还是没有跟自己商量的情况下就这样来到了现场。 哎, 夏静一来, 全场的焦点都跑到了夏静的身上, 会场下面更是有人讨论夏静。 你说, 他来干什么? 对啊, 这可是记者大会, 他一个雇佣兵的领头来这里做什么? 谁知道啊, 说不定就是来捣乱的, 管他呢, 这个记者大会是张董事长召开的, 谁不知道张董事长看夏静不顺眼啊, 没想到他居然还敢来这里, 他就不怕张董事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他轰出去吗? 别这么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张董事长最爱面子了, 他就算对夏静再不满他也不会在这众目睽睽下将夏静赶出去。 张老爷子听了下面这些人对他的评价之后, 脸都气得要绿了, 恨不得找个低缝钻进去, 可是他又不得不厚着脸皮站在台上。 一刻钟后, 张老爷子再次问起, 有没有人愿意投资旧张氏集团一命?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 只传来了一阵一阵窃窃私语的声音。 你说, 张董事长没问题吧? 他真当别人傻呢? 如果张氏集团真的撑不下去了的话, 他就会对那块低皮进行拍卖, 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可以低价收购, 何必再花费这么大笔钱来帮他挽救公司呢? 没错, 就算我们不会投资就张氏集团, 也难保不会有别人投资啊。 你以为就只有我们聪明, 别人都是傻子, 既然我们能想到, 那肯定别人也都会想到这一点。 你说呢? 你有道理, 那我们就静观其变。 张老爷子听到这些人的算盘, 气得差点吐血, 他抬头望着天花板在心里默默地想, 难道这次真的过不了这个难关了吗? 难道我辛辛苦苦创下的公司真的要因为我的一句话而倒闭吗? 就在张老爷子畅望晖天的时候, 夏静站出来了, 他因自撒爽地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台上, 面向所有在场的人, 说了一句, 我愿意投资, 帮张氏集团渡过难关, 让张氏集团正常运转, 同时我不需要张氏集团的那块地皮。 这下不止张老爷子呆呆地望着夏静, 张震天也呆呆地望着夏静, 所有围观群众们更是呆呆地望着夏静, 都以为张老爷子那么看不起夏静, 更是在张震天和夏静之间的感情中持反对意见, 都以为夏静会恨张老爷子入股, 都以为就算夏静有钱, 也会因为张老爷子对夏静的所作所为而见死不救, 但是谁会想到最后关头居然是夏静站出来救了张氏集团? 夏静看见张老爷子呆呆地望着自己, 忍不住抬脚走过去问张老爷子, 叔叔, 您没事吧? 公司的资金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我就不打扰您了, 我先走了, 夏静跟张老爷子打过招呼后就准备离开, 这时张老爷子叫住了夏静, 你等等, 我有话跟你说, 张老爷子对夏静说完后就转身对着台下的人说, 今天的记者大会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朋友们能来参加, 既然我公司的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我就不留各位了, 我们改日再聚, 张老爷子说完就叫着夏静一起走了, 张老爷子一边走一边问夏静, 你不恨我吗? 我恨您什么? 恨您不顾一切的拆散我和振天, 还是恨您一直以来对我的不满? 夏静反问张老爷子, 我有个问题很好奇, 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我, 张老爷子问道, 您无非好奇的就是我哪里来的钱就张氏集团, 我又为何要就张氏集团? 对吗?夏静笑嘻嘻地问张老爷子, 没错, 我的确好奇, 叔叔, 如果我恨您的话, 今天无论我有钱没钱我都不会就张氏集团, 但是今天我救了, 那就证明我不恨您, 叔叔, 其实我知道在您的心里, 我有可能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在您的心里, 您认为我和振天在一起是为了您的财产, 可是我想告诉您, 今天我肯用我这么多年来的所有积蓄来解救您的公司, 我没有其他目的, 我只是想跟您证明, 我夏静并不是为了钱财和您的儿子振天在一起, 更不是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女人, 我只是希望我在您的心里的印象有所改观, 我是真心想跟振天在一起, 真心想得到您的认可别无他意, 花意之词, 我先走了, 您好好休息, 夏静说完就走了, 张老爷子听了夏静的话表面上没有什么改变, 可是心里已经在开始慢慢接受这个儿媳了, 张老爷子听了张振天的话, 觉得也许夏静是真的没有别的目的, 但是又怕夏静有别的目的, 如果夏静真的有别的目的那又该怎么办, 所以张老爷子很矛盾,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相信自己儿子和夏静的话呢, 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正当张老爷子想得入神的时候, 秘书走进来了, 夏静同意出来见面吗? 张老爷子问秘书, 董事长, 夏小姐说他同意出来见面, 地点由您来定, 秘书对张老爷子说道, 董事长,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 说, 什么事, 是不是公司又出问题了, 张老爷子有点担心地问道, 他怕公司又出问题, 要是真的又是公司出了问题该怎么办呢? 董事长, 您别紧张, 不是公司的事, 秘书似乎看穿了张老爷子的紧张, 嗯, 不是公司的事, 那你快说是什么事, 张老爷子急切地问道, 董事长, 我私下调查了夏小姐, 发现当初她挽救公司的那笔钱的的确确是她的多年继续加上和她的手下拼拼凑凑得来的, 我还有一件好事告诉董事长您, 还有什么好事, 说来听听, 董事长, 这件好事您应该也有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这件好事就是夏小姐据我的调查, 她虽然是雇佣兵, 但是她的身世很清白, 没有任何不良的事记录在案, 好, 好啊, 这真是一件好事, 张老爷子开花大笑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就不怕她跟我儿子振添在一起了, 你去告诉她, 就说明天中午十二点我在楼下咖啡厅等她, 好的, 董事长, 我会转告夏小姐的, 没什么事那我就先下去了, 张老爷子什么也没说了, 就会挥挥手让自己的秘书下去了, 第二天中午, 张老爷子来到咖啡厅等着夏静, 张老爷子一边等夏静一边思索着夏静来了, 该怎么对夏静说, 她到底是同意张振天和夏静在一起呢, 还是再继续观察观察她了, 然后再做决定呢, 哎, 这可真是个麻烦事, 不同意吧, 夏静又不计前嫌地拼尽一切就了张氏集团, 可如果同意的话, 我又还没有弄清楚夏静到底是为了真的爱振天才想跟振天在一起的呢, 还是因为别的目的才和振天在一起的呢, 算了, 这些事, 还是让他们两个年轻人去解决吧, 夏静进到咖啡厅对张老爷子行礼就坐下了, 叔叔, 不知道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呢, 夏静直言不讳地开口就问, 哈哈哈哈, 不愧是雇佣兵的团长, 果然聪明, 张老爷子不由地夸起了夏静, 叔叔, 您有话就直说, 不必拐弯抹角, 跟我您不必客气, 夏静端起咖啡漫不经心地问道, 好, 那我就直接叫您夏静了, 张老爷子询问夏静, 当然可以啊, 叔叔, 您是长辈, 我是晚辈, 您叫我的名字没有错, 夏静客气道, 那好, 夏静, 那我就直接问你了, 我想知道你旧公司的那笔钱, 真的只是你鼠年来的积蓄, 而并非你与你的手下拼拼凑凑而来, 张老爷子似笑非笑地问夏静, 夏静知道张老爷子这么问了, 肯定就知道张老爷子已经知道了自己当初旧张氏集团的钱是拼拼凑凑而来的, 既然他知道了, 那么他还这么问我, 必定是在考验我咯, 叔叔, 既然您都已经知道了, 何必再来问我呢? 夏静啊, 叔叔实话就跟你说了吧, 你知道吗? 其实呢, 叔叔我呀一开始不喜欢你, 是有原因的, 张老爷子叹了口气慢悠悠地对夏静说, 叔叔, 其实您不说我也知道, 您当时不喜欢我的原因有好几个, 对吧? 夏静反问张老爷子道, 啊, 你知道, 你知道, 那你说来听听, 我看看你说的对不对, 张老爷子想看看夏静是不是真的那么聪明, 不用他说就知道自己当初不喜欢他, 反对他跟郑天在一起的事情的原因, 叔叔, 您当初反对我跟郑天在一起, 是因为您当时觉得我跟郑天在一起对张氏集团的名誉没有好处, 因为我是雇佣兵, 您反对我跟郑天在一起, 是因为我不是豪门世家的千金, 我没有强大的背后, 正因为我没有强大的背后, 所以不能给集团带来利益, 您也就因此反对我和郑天交往, 那个时候, 您可能还觉得我不是真心的爱郑天, 不是真心的想跟郑天在一起, 您那时肯定以为我不顾一切的和郑天在一起只是为了张氏集团的财产, 叔叔,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夏静信心十足地问张老爷子, 哎, 看来能当上雇佣兵团长的人还真的不是一般人, 可以把事情看得这么透彻, 难得的是他的胸襟居然比许多男子的胸襟还开阔, 难得啊难得, 不错,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 那你知道我为何想让你放弃雇佣兵的身份, 然后才同意你跟郑天在一起吗? 张老爷子又问夏静, 夏静心里怎么可能不明白, 只是他该怎么回答呢? 是如实说还是敷衍一下他呢? 算了, 夏静想了想为了能够和郑天在一起还是如实说吧? 叔叔, 我知道, 您当时跟我谈条件, 让我放弃雇佣兵的身份, 您才同意我跟郑天在一起, 这个条件您也是为了我和郑天好, 同时呢, 您也有自己的私心, 您怕我以雇佣兵的身份和郑天在一起后, 会落下把柄, 让人嘲笑, 说堂堂张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张郑天娶了一个雇佣兵的女人为妻子, 您怕留言对郑天不利, 同时也怕这些留言会让张氏集团的股票下跌, 从而出现资金运转问题, 说句不应该的, 您更怕的是, 我和郑天成亲后所生下的孩子会被人嘲笑自己的母亲是杀人不眨眼的团伙的领头人, 您说对吗? 夏静一边说一边望着张老爷子的表情, 看着张老爷子脸色忽明忽暗的, 夏静又说道, 叔叔, 其实我可以告诉您, 如果我跟郑天在一起, 对张氏集团只有利没有弊, 我不仅会帮助张氏集团的股票日益健身, 而且我还会帮张氏集团超越理事集团, 叔叔, 我当时不是没有想过放弃雇佣兵的身份跟郑天在一起, 那个时候只是我放不下面子, 说句心里话, 叔叔, 您别介意, 您还记得那个时候郑天为了能够跟我在一起, 求您成全吗? 那天我也向您下跪, 那个时候我下跪求您只是为了表面上表示一下, 而并非真心跪您, 但是现在我是真的求您, 您就同意我和郑天在一起吧, 我是真的爱郑天, 我可以为了他放弃雇佣兵的身份, 我只希望您能够看在我救了张氏集团的份上能够同意我跟郑天的婚事, 好吗? 夏静向张老爷子跪下求他, 夏静啊, 不是叔叔不答应你, 只是现在叔叔没有办法答应你, 我当时为了拆散你和郑天, 我找了李氏集团的千金, 李家苑, 他也喜欢郑天, 你应该知道我想拿下南希项目的合约不止一天两天了, 而是整整一年了, 如今我项目没有拿下来, 你让我接受你, 你这这么让我有点难办, 看来叔叔还不知道郑天跟那个李家苑发生的事, 也不知情我让小薇去刺杀李家苑的事, 还好当时小薇没有杀了李家苑, 不然的话我就真的很难跟张郑天在一起了, 万幸万幸啊, 叔叔, 您放心吧, 我会帮您拿下南希项目合作, 下镜说完不等张老爷子说话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下镜走后张老爷子便回到了公司, 张老爷子回到公司后就让自己的秘书找到了财务部经理小林, 董事长, 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 小林开口问道, 张老爷子询问财务部经理小林, 我问你, 公司的财务一直都是你负责的对吗? 是的, 没错, 公司的一切账目都是由我负责的, 不知道董事长的是什么意思, 小林问张老爷子, 公司的账目在沈阳和邓超两个人投资进入公司之后, 项目就有问题, 不知道你这个财务部的经理知道不知道, 怪不得张老爷子见完下镜回到公司就直接让秘书找小林, 原来在沈阳和邓超两个投资人撤资后, 就顺藤摸瓜地调查了公司的财务报表, 发现公司的财务在沈阳和邓超投资入公司之后, 公司的账目就出了问题, 账目造假, 偷税漏税, 挪用公款, 这一切全部都出现在沈阳和邓超两个人投资之后, 这使张老爷子非常愤怒, 他原本以为沈阳和邓超两个人只是单纯的投资公司, 却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人是李海啸那个老狐狸安插在自己公司的眼线, 他更没有想到, 他五亿之间的调查, 却又顺藤摸瓜地找出了公司的财务问题, 小林听见张老爷子这么问, 他还有点猛, 他反问张老爷子, 董事长, 虽然公司的财务报表一直都是由我负责, 包括公司有的其他账目的支出与收入也都是下级整理好了之后上交于我, 我核对过的, 这应该是不可能存在问题的, 小林很聪明, 可是他在回答张老爷子的问题的时候, 他不该用上了应该二字, 他的回答让张老爷子很不满, 哼, 张老爷子发火了, 应该, 你一个财务部经理, 公司没有让你做别的事, 就只是专门让你管理公司的财务, 你居然给我弄成这个样子, 公司偷税漏税, 挪用公款, 账目造假, 这么多的问题, 问你知不知道有问题, 你居然回答我应该没问题, 这就是你工作的态度, 张老爷子是真的火了, 他用重金聘请而来的财务部经理, 做事竟然如此不负责, 这实在是让张老爷子很是失望, 董事长, 当时的那些账目我是真的认真核对了的, 我核对过后才上交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有问题啊, 董事长, 小林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这是张老爷子的秘书走进来, 在张老爷子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 张老爷子就对小林改变了态度, 小林啊, 或许这件事你是真的不知道, 公司的账目有问题, 有可能是你的下级做了假账然后交给你, 同时你的下级也改了账本, 所以你核对的时候才没有发现问题, 但是呢, 也有可能就是你把公司的账目做了假, 以为我不会发现, 不会调查, 如果是前者的话, 你是情有可原的, 但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你就要负全责, 偷税漏税, 账目造假, 挪用公款, 这些都是犯法的,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张老爷子的话说的不是很明白, 模棱两可的, 但是小林却听出了其中的意思, 张老爷子的意思无非就是, 如果是小林做的, 主动站出来承担, 后果不会太严重, 可如果是他做的还不站出来承担的话, 那就是无论后果是否严重, 都一律自己承担, 董事长, 我是真的不知道, 就算您问破了天, 不是我做的我绝对不会承认, 同样,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我也会告诉董事长您的, 可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您就算给我120个胆子, 我也不敢做犯法的事情啊, 小林差点就给张老爷子跪下了, 张老爷子看见小林这样也知道不可能问出什么了, 这件事情也许小林是真的不知情, 张老爷子刚刚只是为了试探小林一下, 他想看看如果是小林做的他会不会承认, 事实证明如果是小林做的的话, 小林一定会承认的, 张老爷子回到办公室就打电话让张震天来到了张氏集团, 张老爷子之前就想让张震天接手张氏集团, 那和张震天死也不愿意接手张氏集团, 张老爷子知道张震天不愿意接手张氏集团, 是因为他反对了张震天和夏静在一起, 所以张震天才会和张老爷子对着干, 张老爷子想, 是不是他接受了夏静和张震天的事, 张震天就会接手公司, 咚咚咚, 张震天来到董事长办公室门口, 请进, 张老爷子头也不抬地说, 爸, 您找我有什么事, 说吧, 我很忙, 张震天毫不客气地对张老爷子道,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的意见, 坐下说吧, 张老爷子不但没有因为张震天对自己的态度而发火, 反而心平气和地对张震天招招手, 让张震天坐下说, 您有什么事就说吧, 张震天不耐烦地对张老爷子说, 震天啊, 你知不知道公司的财务部经理小林, 张老爷子也不跟张震天拐弯抹角了, 直接就开口问, 知道啊, 小林这个人不错的, 工作的态度认真, 从来不会出差错, 性格也挺好的, 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只要把账本交给他, 他就能计算得十分准确, 没有一点差错, 张震天还不知道公司账目出现的问题, 他信心满满地对着自己的父亲说着小林工作的态度, 你真的认为小林这个人工作上不会出错, 张老爷子有点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这么夸除了下镜之外的女孩子, 那是当然了, 公司上下谁不知道小林的为人啊, 那你知不知道公司又出了问题, 张老爷子问张震天, 张震天愣了, 不会吧, 公司才刚刚渡过难关, 怎么会又出问题呢? 爸, 公司又怎么了? 沈阳和邓超两个人撤资的事不是让下镜投入公司的钱解决了吗? 怎么会又出事呢? 张震天急切地问道, 公司这次出的问题, 就是你说的财务部经理小林负责的, 经过我的调查, 发现公司账目从沈阳和邓超他们两个投资进来过后没多久, 公司就出现了偷税漏税, 账目造假, 还有一大笔公款被挪用, 这些事全部都是经过小林一个人负责, 张老爷子对着张震天说出了公司再次遭遇的问题, 张震天一听就明白了张老爷子的意思, 原来自己的父亲是怀疑公司出现的问题和小林有关, 怀疑这些事是小林做的, 爸,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我相信这件事跟财务部经理小林没有任何关系, 张震天说完就离开了公司, 他开始去彻底调查公司再次出现的问题是何人所为, 张震天离开公司后就去找了夏静, 他想夏静会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否可以从夏静那里得到答案, 所以他去找夏静, 就算不能一问就知道, 但至少可以让夏静利用他的人脉去调查一下, 应该会有结果, 只要有一点线索, 也总比盲头苍蝇四处乱撞好吧, 夏静, 你来了, 快坐, 我有点事情需要你帮我一下, 夏静刚一走进来, 还没来得及开口, 张震天就开口了, 说吧, 什么事, 不会是你爸让你来找我的吧, 夏静端起水不紧不慢地问道, 不是我爸让我来找你的, 是我在我爸面前说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 这不, 我去调查没有查到吗, 所以我想来问问你,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张震天烈感尴尬地对着夏静说着, 夏静听了张震天的话并没有作答, 张震天看见夏静对自己说的是无动于衷, 又开口道, 夏静, 你也知道, 之前我爸打死都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想利用这次公司遇到的问题, 从而让我爸同意我俩的婚事嘛, 张震天居然为了让夏静有反应, 这次还带上了委屈, 夏静看见张震天这样, 他感到真的很无语, 这还是自己爱的那个男人嘛, 怎么感觉像个小孩子, 天啊, 我不会拐卖了一个小孩吧, 惊恐惊恐不过就算是个小孩, 我也喜欢, 算了, 看在以后还要在一起生活一生的份上, 我还是帮帮他吧, 这样叔叔也能早点接受我, 正当夏静想得入神的时候, 张震天一拍夏静的肩膀, 夏静吓得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还开口吗, 是谁啊, 有病是不是, 没看到我正在想事情啊, 夏静别说别忘突然一下子拍了自己一下的那个人, 夏静见张震天愣在了原地, 再回头看, 原来那么多的人都在望着自己, 夏静感觉自己的脸好烫好烫, 赶紧坐下去了, 张震天看见夏静那红彤彤的脸蛋, 而张震天就在想, 这么可爱的女孩, 如果自己真的能够把她娶回家, 那真的是三生有幸啊, 张震天想着怎么样得到自己父亲的认可, 怎么让自己的父亲接受夏静, 只有父亲接受了夏静, 自己才能跟自己的心上人双诉双亲, 张震天想不如这次公司再次遭遇的什么偷税漏税什么的, 就让夏静去帮忙查清楚, 然后就直接告诉老爸这件事是夏静做的, 那样的话, 父亲说不定就会同意我跟夏静在一起了, 张震天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可行, 张震天就在那里笑了起来, 夏静看见张震天在那里不说话就算了, 还在那里傻呵呵地笑了起来, 夏静觉得不对劲, 于是夏静就站起来轻轻地走到张震天的旁边轻轻地坐下来, 然后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扫了一下张震天的脸, 张震天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过来, 夏静看到张震天这个样子觉得好笑极了, 忍不住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你在想什么, 震天, 想得这么入神, 夏静停住笑声问张震天, 没什么, 我在想好事, 张震天回答夏静, 好吧, 你说没什么就没什么吧, 对了, 你不是说想让我帮你查一下张氏集团出现的偷税漏税的问题吗, 还要不要我查了, 呀, 当然要, 肯定要, 必须要, 张震天非常肯定地对夏静说, 夏静看见张震天这一本正经的样子觉得好搞笑, 既然你还需要我帮你调查, 那你就先告诉我你刚刚在想什么, 夏静对着张震天挑挑眉地问, 张震天没办法, 只好把自己刚刚想的事情告诉夏静, 因为张震天了解夏静, 既然有求于夏静的话, 那么只要是夏静想知道的, 你就必须告诉他, 否则他是不会帮你的, 正因为张震天了解夏静的脾气, 性格还有对待事情的态度, 所以他在夏静问出来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就告诉了夏静他的想法, 夏静听了张震天的想法, 眼泪忍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 其实夏静心里明白, 夏静听了张震天说有事瞒着自己, 一下子就甩开了张震天的手, 他以为张震天在外面养了小情人, 现在是准备跟自己摊牌, 他想到这里眼泪就哗啦啦地往下流, 他害怕失去张震天, 所以正当张震天准备开口说自己是什么事瞒着他的时候, 夏静就开口吼道,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你居然有事情瞒着我, 张震天看见夏静这样吓了一跳, 他还没有见过如此伤心的夏静, 张震天心疼夏静, 他没有想到夏静会因为自己瞒着夏静自己的父亲在观察他而伤心成这个样子, 张震天冲过去紧紧地拉住夏静的手腕, 夏静, 你怎么了, 你听我说啊,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夏静一听立马就火了, 你瞒都瞒了, 还说什么不是故意的, 张震天, 我对你不好吗,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在外面养小情人啊, 张震天一听顿时明白了, 原来夏静这么伤心的并不是自己瞒着父亲在观察他的事, 而是他以为自己在外面养了小情人, 夏静, 你听我说, 我不是在外面养了小情人, 我是想告诉你, 我爸说在他同意我们在一起之前, 他要先观察观察你, 夏静听了张震天的话马上就安静下来了, 他对着张震天吼道, 你怎么不早说是这件事, 害得我还以为你是在外面养了小情人了, 今天准备跟我摊牌了呢, 张震天听了有点哭笑不得, 你是不是傻, 我怎么可能放着你这么好的女孩不要在外面养小情人呢, 张震天宠溺的摸摸夏静的头发, 好吧, 其实叔叔已经在开始接受我了, 我知道叔叔在观察我, 叔叔当时没同意我们在一起也是有原因的, 包括当时叔叔提出的条件也是为我们好, 张震天听夏静这么说就知道夏静并没有因为之前的事而记恨自己的父亲, 这使张震天觉得自己是真的找到了一个好闲内住, 张震天和夏静坐在咖啡厅了秀着恩爱, 让围观群众吃了一盆狗粮,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 张老爷子打电话叫张震天回家, 震天, 你早点回去吧, 别让叔叔担心, 你放心吧, 偷睡漏睡这件事我会帮你查清的, 夏静知道是张老爷子打的电话, 所以夏静让张震天早点回去, 张震天起身走出咖啡厅, 在咖啡厅门口, 他回头看夏静, 夏静对着张震天玩耳一笑, 张震天就转身离开了, 张震天从咖啡厅出来后就给张老爷子打电话让张老爷子回家, 并告诉张老爷子夏静自己去找了夏静, 让夏静介入帮忙调查这件事, 希望等夏静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了之后, 张老爷子就可以同意自己跟夏静在一起, 张家, 张老爷子跟张震天正在讨论公司遇到的财务危机, 这是李海啸带着李家院上门拜访了, 叮咚叮咚, 谁呀, 张老爷子问道, 可是没有人回答, 张老爷子就用叫张震天去开一下门, 张震天不开门还好, 一开门吓了一跳, 你们怎么来了, 张震天见门外是李家院和李海啸, 还没让李家院和他父亲进门就语气不善地开口就问, 李海啸听出了张震天语气中的不乐意, 也有点不高兴了, 正准备开口说张震天的时候, 李家院就开口了, 震天, 别这么凶巴巴的嘛, 再怎么说我们也是来着时刻嘛, 干嘛用这种语气说话呢? 李家院走过去挽住张震天的手臂, 带着嗲嗲的语音笑嘻嘻地对着张震天说着, 张震天听了李家院这嗲嗲的声音都快吐了, 暗想, 我的妈呀, 还好这你的不是我老婆, 要是一个说话这么嗲嗲的女人当我张震天的老婆, 日日夜夜地当我的枕边人, 我不死也得疯, 真是庆幸当时没有听我老爸的话跟他在一起, 不然我每天听见这个声音吐都会吐死, 张震天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张老爷子本来也不希望李海啸和李家院在自己家里来, 可是毕竟来者是客, 张老爷子还是让张震天把李海啸父女俩请了进来, 震天, 请李董事长和李小姐进来吧, 张老爷子在客厅对着门口的张震天开口喊道, 张震天见自己的父亲都这样说了, 也不好不让李海啸和李家院进来, 张震天掰开李家院挽在自己手臂上的手, 把门一关就赶紧跑了进入, 张老爷子知道李海啸来者不善, 但还是让李海啸和李家院坐下, 不知道李董事长上门拜访有何指教, 张老爷子开口就问, 毫不客气, 张董事长, 您别那么说嘛, 今日我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到您的家里, 是想请问一下您老几个问题, 不知张董事长可否告知, 李海啸把玩着手中的檀木珠子, 头也不抬地问张老爷子, 张老爷子还觉得奇了怪了, 李海啸这个老东西能有什么好事来问自己, 不会是公司的事吧, 张老爷子的直觉还真灵, 李海啸这次的确是因为公司的事来找张老爷子, 同时也是因为李家院的事情而来, 李董事长, 不知您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请问吧, 张老爷子客气地对着李海啸笑笑, 既然张董事长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不客气了, 李海啸对着张老爷子说, 今天呢, 我来拜访您有两件事, 请说, 第一件事就是, 我想请问一下张董事长, 张氏集团投资人沈阳和邓超两个人撤资后, 张氏集团面临了巨大的资金缺口, 为什么是雇佣兵的团长夏静出来帮忙解决的呢? 果然是为了公司, 不知李董事长是什么意思, 夏静是我儿子郑天的媳妇, 他怎么就不能出钱帮忙挽救一下自己的公司了呢? 张老爷子说这话也不脸红, 明明之前张震天带着夏静回到张家, 张老爷子是处处不满意, 打死都不同意张震天和夏静在一起, 居然现在说夏静是张震天的媳妇, 还救自己的公司, 真不知道张老爷子这话是怎么说出口的。 李海啸听见张老爷子说夏静是张震天的媳妇还愣了一下, 可是李海啸不愧是在商场上历经百战的老手, 即使张老爷子这么说了, 他还是很快地就回过神来。 啊,夏静什么时候成了张董事长的儿媳妇了? 我们怎么不知道, 张董事长不是不同意夏静和您的儿子在一起吗? 还让我的宝贝女儿家愿和真天在一起, 怎么这话您又说夏静是你儿子的媳妇呢? 李海啸漫不经心地问, 张老爷子见李海啸问的这些问题, 就知道李海啸不光是来者不善开始故意来找茬的。 张老爷子虽然心里不高兴, 但脸上还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李董事长, 这跟您有关系嘛, 我儿子愿意娶谁就娶谁, 难不成您还不同意? 张老爷子也不客气地反问李海啸, 李海啸本来就是来找茬的, 他怎么会让张老爷子顺心呢? 不好好的打一下张老爷子的脸怎么行呢? 张董事长, 您不会是因为夏静在张氏集团面临危机的时候出手相救, 你为了贪图利益, 所以才同意的吧? 李海啸看似无心的话, 但在张老爷子听来却不是那么回事。 李董事长, 您怎么这么说呢? 张氏集团的投资人撤资不就是受您的指示吗? 您可千万别告诉我这是您不知道。 张老爷子开始反击了, 李家院和张振天在旁边听的都觉得无语, 张振天和李家院就站在旁边听各自的父亲在那里谈话, 一句话也不说, 李海啸觉得懒得跟张老爷子扯了, 好了, 还是直接进入正题吧。 李海啸对张老爷子道, 张董事长, 我很好奇, 听说这次您的公司又出现了偷税漏税, 挪用公款, 这些问题, 不知道您是不是又打算让下进帮忙解决啊? 李海啸对张老爷子挑挑眉道,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难道这还关您李氏集团什么事吗? 张老爷子被李海啸问出的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弄得有火了, 也不跟李海啸客气了, 的确不关我李氏集团什么事, 我今天来的主要是想请问想老爷子, 您之前说的让张震天跟李家院澄清这件事还算不算数, 李海啸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张老爷子听见李海啸这么问, 就知道李海啸没安好心, 张老爷子暗想, 你李海啸的女儿如果真的想跟震天在一起, 又怎么会在张氏集团面临危机的时候而见死不救? 之前我那么对下进, 关键时刻下进还不计前嫌地出手相助, 我肯定是选好的儿媳妇啊, 说实话, 我挺希望您的女儿能够和我的儿子在一起, 张老爷子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既然如此, 您为什么要让下进派人来刺杀我的女儿家院, 李海啸怒火中烧了, 对着张老爷子吼了起来, 李家院淡定地站在那里, 张震天有点懵了, 下进什么时候派人去杀李家院了, 自己怎么不知道, 不止张震天懵了, 就连张老爷子也懵了, 张老爷子就在前几天还问张震天下进有没有杀过人, 张震天信誓旦旦地说没有, 现在这又是怎么回事, 张老爷子转头望着张震天, 张震天也感觉无奈, 李海啸看着张老爷子跟张震天没来眼去的, 就其不打一处来, 你们两个但是给句话啊,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让下进派人来杀我女儿, 张震天不信下进真的会这样做, 问李海啸, 您说下进派人杀你女儿, 那我请问, 来杀你女儿的人叫什么名字? 呵呵, 那个人叫小薇, 是下进的左膀右臂, 李海啸对着张震天吼道, 您放心, 我会给您一个交代的, 这件事情我会找下进问清楚, 张震天决定还是找下进把这件事问清楚好, 张老爷子被李海啸的拜访弄得心情乱糟糟的, 就让李家苑他们父女先回去了, 张老爷子送走李海啸和李家苑父女俩后就问张震天知不知道这件事, 张震天听见自己的父亲的质问还觉得有点猛, 他不相信下进会真的派人去杀李家苑, 下进能有什么理由派人去杀李家苑呢? 张震天对着张老爷子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爸, 我有个疑问, 您不觉得奇怪吗? 张震天对着张老爷子问道, 哎, 奇怪, 哪里奇怪了, 张老爷子脑袋还没有转过弯来, 他还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爸, 您想啊, 下进又不认识李家苑, 他为什么要杀李家苑, 再说了下进也不可能因为张氏集团就对李家苑做出报复啊, 张震天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张老爷子, 他以为下进没有理由杀李家苑, 可是他却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就是之前张震天和李家苑阴差阳错的发生了关系, 被下进撞见了所以下进才会派人刺杀李家苑, 但是, 张震天却忘记了这一点, 对啊, 下进能有什么理由要杀了李家苑呢? 张老爷子听见张震天这么一问也觉得颇有道理, 就问张震天, 张震天想了一会儿也没想出来下进能有什么理由要杀李家苑, 他却被张老爷子一句无心的话勾起了自己埋在内心深处不愿提起的记忆, 难道是谁做了让下进觉得对不起他的事? 可是不应该啊, 谁会做让下进他自己都觉得对不起他自己的事呢? 张老爷子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自认为除了之前对下进说出的条件, 还有就是不同意他跟张震天在一起的事就没有什么事事对不起下进的了, 可是这些事下进他自己都已经不介意了, 还出手救了张氏集团, 张老爷子懒得想这些, 他突然想起自己问张震天的一句话了, 震天,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张老爷子转头问张震天, 张震天被自己老爸的突然转变惊呆了, 这怎么又扯伤自己了? 张震天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老爸的转变这么大, 爸, 您怎么了? 我忘了什么了? 张震天无辜地望着张老爷子, 震天啊, 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问过你, 下进有没有杀过人? 你是怎么回答的? 张老爷子坐在沙发上板着脸问张震天, 张震天回过神来, 知道自己老爸说的自己忘的是什么事了, 原来就是之前张老爷子问张震天下进有没有杀过人, 张震天信誓旦旦地对着张老爷子说, 下进绝对没有杀过人, 记得, 您当时问过我的, 我回答得很肯定, 我肯定下进没有杀过人, 如果说李海啸和李家苑上门拜访之前张老爷子问这样的问题的话, 他的回答是郑重有力的, 那么现在如果张老爷子问这样的话, 他的回答就是软弱无力的, 那么, 现在你还敢说下进绝对没有杀过人吗? 张老爷子拍案而起, 对着张震天就直接吼道, 即使李海啸和李家苑找上门来说下进派人刺杀了李家苑, 但是张震天还是相信下进不是那样的人, 张震天依然相信下进不会杀人, 张震天依然维护下进, 爸, 这件事还没有弄清楚, 您不要这么早就下结论说是下进杀的, 您这样对下进不公平, 依我看来, 这件事还是应该找下进问问清楚, 张震天对着自己的父亲道, 还找他问什么问, 别人都找上门来说是他派人刺杀的, 难不成别人无缘无故的还会冤枉他不成, 没想到这个女人的心思这么缜密, 亏我还因为他不计前嫌的救了张氏集团, 准备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 可是没想到啊, 他居然真的杀了人的, 这样的儿媳妇我张家绝对不要, 呼呼呼, 张老爷子想到这里兜气的不行, 连气都快喘不过来了, 张震天看见自己的父亲差点晕死过去, 赶紧过去一把扶住张老爷子, 爸, 您消消气, 别激动, 我会把这件事弄清楚的, 张震天扶着自己的父亲去卧室躺下后就推门而出找下进去了, 张震天觉得不管怎样还是应该找下进问清楚, 也许不是因为那件事呢, 而是有别的原因呢, 他刚刚听自己父亲的意思是准备接受下进了, 可是父亲又因为这件事弃成这样, 要是下进真的杀了人了那该怎么办, 如果真的像李海啸所说的那样, 那下进和自己在一起就更难了, 张震天也急得不行, 他现在也感觉到害怕了, 他害怕李海啸说的是事实, 那样父亲就不会再接受下进了, 他害怕他去问下进, 下进会承认这件事是他做的, 张震天此时感觉心里有好大一块的石头卡在心里久久不能落下, 咚咚咚, 张震天来到下进的住所, 就去敲响了下进的房门, 下进, 你在里面吗, 在里面的话就来开门啊, 张震天敲了一会儿门键没有人回应就直接开口喊起来了, 下进本来正准备洗头, 就听见敲门声还有喊叫声了, 他过去打开门, 就看见张震天满头大汗的站在自己的家门前, 下进带老,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满头大汗, 下进问张震天, 张震天没有回答, 下进就去看窗户外面, 没有看见张震天的车子, 就知道张震天不是开车来的, 我没有开车, 我有急事找你, 所以我就自己跑过来了, 张震天一进去就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一口就喝光了, 对着下进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下进不紧不慢地问张震天, 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个手下叫小微, 张震天一把拉住下进的手开口就问, 下进被张震天的举动吓到了, 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 是, 我的手下的却有一个叫小微的, 怎么了, 真的有个叫小微的, 那这件事不会真的是你干的吧, 张震天半信半疑地问下进, 你总得告诉我是什么事才行吧, 你不说是什么事, 我怎么会知道, 下进甩开张震天得手问, 你是不是让小微去刺杀过李家苑, 张震天还是问出了自己害怕是事实的问题, 下进听见张震天问这件事, 就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即使下进知道张震天是来兴师问罪的, 他还是直言不讳地告诉张震天事实, 没错, 李家苑是我让小微去杀的, 你难道还要帮他来我这里讨回公道吗, 下进看见张震天因为李家苑这件事情 急吼吼地跑到自己这里来兴师问罪, 就感觉心里不爽, 就开口对着张震天吼了起来, 真的是你, 你为什么要杀他, 张震天明明知道下进刺杀李家苑的原因就是那件事, 可是他还是想亲口听下进说出来, 为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跟他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你不知道, 下进说一句就前进一步张震天就后退一步, 啊, 你知不知道, 我在自己父亲面前信誓旦旦地说你绝对没有杀过人, 公司面临危机, 你出手相助, 我爸都决定要接受你了, 结果现在却因为你刺杀李家苑这件事全部泡汤了, 你明明知道我为了让我爸同意我们在一起做出了那么多的努力, 就因为你的一个举动而毁灭了所有, 你怎么能这样, 张震天都快气死了他没有想到夏静会这么直白的就说是自己做的, 他以为夏静还是会否定的, 可是夏静就这么公认不会了, 这让张震天感到崩溃, 夏静看见张震天这痛不欲生的样子, 在心里默默庆幸小微微看了自己的命令, 没有杀李家苑, 不然的话就真的完了, 张震天跟夏静聊了一会儿就走了, 夏静一个人还在那里庆幸, 张震天虽然之前心里有点怀疑夏静时真的派了小微去刺杀李家苑, 可是从夏静的嘴里听到又是另外一回事, 即使他知道每一个雇佣兵团队, 里面都会有心狠手辣的人, 但是也有经历许多伤痛还不忘初心的人, 但他还是很难接受自己心爱的女孩会是心狠手辣的人, 张震天边走边想, 就算夏静之前没有杀人但是这次, 他是真的派了人去刺杀李家苑, 这让自己该怎么对老爸说啊, 张震天越想越恼火, 他一心在自己老爸面前说夏静是怎么怎么的好, 但是谁会想到夏静会真的杀人啊, 这下回家该怎么对父亲说呢, 实话实说, 还是为了自己跟夏静能够在一起, 再继续帮夏静隐瞒一下, 张震天的内心很矛盾, 一边是自己心爱的女人一边是自己的老爸, 帮谁都不对, 就在张震天从夏静那里走后, 夏静就开始反思, 他不知道自己刺杀李家苑这件事要不要自己主动找张老爷子说清楚, 他怕他没有主动找张老爷子说清楚, 被张老爷子自己查清楚真的是他做的, 那么他和张震天就真的没戏了, 他虽然是雇佣兵, 但他还是有自己心爱的人, 还是会害他会因为自己的一个过错而失去自己心爱的人, 夏静思虑再三, 最终还是决定自己找张老爷子说清楚, 毕竟自己主动承认的总比被别人肯定是自己做的要好得多, 夏静给张老爷子打电话约了张老爷子出来, 正是几堂楼下咖啡厅, 夏静看见张老爷子从车上走下来, 还没有进咖啡厅, 夏静就开始喊道, 叔叔, 这里, 夏静对着张老爷子招招手, 张老爷子看见夏静对着自己热情的挥手, 正准备回应一下夏静, 可是他想到李海啸跑到自己的家里问夏静自杀李家院的事,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自然也就对夏静的问候视而不见了, 后来, 张老爷子又想到, 事情的真相自己都没有弄清楚, 又凭什么这么早就定别人的罪, 张老爷子想通了, 也就自然回应夏静了, 张老爷子大跨步地朝夏静走过去, 叔叔, 您请坐, 您喝什么, 夏静客气地问张老爷子, 来杯不加糖的咖啡吧, 张老爷子头也不抬地对张老爷子答道, 好的, 服务员, 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和一杯加糖的咖啡, 夏静对着服务员喊道, 张老爷子也不客气, 就直接开口问夏静找自己来是为了什么事, 说吧, 你找我来是为了什么事, 张老爷子开门见山地问夏静, 夏静跟那些豪门千金的确不一样, 如果是那些豪门世家的千金, 肯定会扭扭捏捏的大半天都不一定说得出来, 但是夏静他不是豪门世家的千金, 他只是一个雇佣兵, 所以夏静说话一点也不扭扭捏捏的, 直接就开口说自己做的事, 叔叔, 我今天找您来呢, 主要是有一件事想告诉您, 这件事就是李海啸上门拜访您的那件事, 对不起, 叔叔, 这件事是我给您找麻烦了, 夏静说着就站起来对着张老爷子鞠了一个躬, 如果说张老爷子之前还抱有一点儿侥幸的心理说这件事不是夏静做的话, 那么他现在听见夏静自己这样说, 就已经在心里肯定这件事是夏静做的了, 这件事真的是你做的, 张老爷子还是想再次肯定一下是不是他听错了, 可是结果让他失望了, 叔叔, 对不起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做的, 夏静再次给张老爷子鞠了一个躬,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希望这件事是李海啸下边的, 跟你没有关系, 那样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震天在一起了, 可是为什么啊, 你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去刺杀李家院啊, 人人都知道李海啸是个小肚鸡肠的人, 尤其是对他女儿更是腾入骨髓, 你怎么就不长脑子呢, 你这样还怎么跟震天在一起, 张老爷子说着说着就叹起了气来, 如果是在之前他不同意夏静和张震天在一起的时候, 夏静这样做, 他一定不会感到可惜, 更不会感到失望, 可是现在的他在心里已经在开始慢慢接受夏静这个儿媳妇了, 却来告诉他他即将认可的儿媳妇是个杀人犯, 叔叔, 这件事是我不对, 我已经知道错了, 叔叔, 您就原谅我吧, 夏静直接就跪在了地上祈求张老爷子的原谅, 可是张老爷子冷冰冰是出了名的, 他又怎么会因为夏静的几滴眼泪和一个认错就原谅他呢, 不用再说了, 这件事既然你自己都已经承认了, 那么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你既然做了, 那么你就要付出代价, 你以后还是不要再跟正天见面了吧, 我想你也应该不希望是人都说张正天心爱的人是个杀人犯吧, 张老爷子句句戳人心窝, 让夏静无言以对, 即使张老爷子都这样对夏静说了, 可是夏静还是不甘心, 他想得到张老爷子的原谅, 他想和张正天永远在一起, 夏静心里也明白, 要想和张正天在一起就必须得到张老爷子的认可, 更重要的是夏静他不想自己跟张正天在一起后, 别人看见他们就直直点点地说夏静是个杀人犯, 他不希望张正天跟他一起背负骂名, 叔叔, 我求求您了, 你就原谅我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叔叔, 夏静跪在地上对张老爷子磕头祈求张老爷子的原谅, 张老爷子一句话也不说, 偏过头去不再看夏静, 夏静却在地上一直跪着, 一直不停地磕头, 他的头都已经磕出起来了, 他还在不停地磕, 张老爷子看不下去了就让夏静起来, 夏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呆呆地望着张老爷子, 叔叔, 您原谅我了, 夏静小心翼翼地问张老爷子, 他害怕张老爷子说不这个字, 张老爷子看夏静这个样子, 心里还是有点心疼, 他问夏静, 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主动来找我承认这件事是你做的吗? 叔叔, 实话实说吧, 我是真的想跟你的儿子正天一直在一起, 当时我看到正天和李家苑在一个房间里, 您能了解我当时的心情吗? 那种感受痛得让我几乎绝望, 痛得让我无法呼吸, 只想立马逃离, 我看到李家苑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痛苦, 他还对着我灿烂一笑, 您说我能甘心让自己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就这样被人抢走吗? 就在我逃离的那一瞬间, 我便有了杀了李家苑的念头, 所以我才会让我的手下去自杀李家苑, 我主动找您说出这件事, 我只是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 希望您可以原谅我这一次的过错, 我不希望我在您心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点好感就这样被我又毁掉了, 叔叔, 我只希望能够和真天在一起, 您就原谅我吧, 下镜内眼汪汪地望着张老爷子, 这件事, 我说了不算, 受害人不是我, 你要想我原谅你, 那你就必须得到李家苑的原谅才行, 如果你真的想得到我的认可, 真的想和真天在一起的话,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张老爷子对下镜说道, 下镜知道这是张老爷子做出的最大的让步了, 下镜也只能去求的李家苑的原谅了, 否则他和张震天真的很难在一起, 张震天听见张老爷子那么说了, 就知道张老爷子已经发狠了, 他比谁都明白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既然张老爷子这么说了就一定做得到, 否则他就不会说出来, 如果说出来做不到, 那岂不是让人耻笑吗? 张震天看见张老爷子的说要那句话 救头也不回的自己的上楼, 这让张震天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没有想到下镜是否杀人在他心里真的这么重要, 他以为只要下镜真心诚意地认错了, 自己的父亲就一定会原谅下镜的, 可是没有想到, 下镜亲口承认并且认错的后果是 让下镜去求的李海啸和李家苑父女俩的原谅, 张震天看着上楼的父亲的背影,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张震天有点担心, 他不但了解自己的父亲, 同时他也了解自己心爱的女人, 他知道下镜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也知道, 下镜做错事让他低头认错已是难得, 更何况还是去找自己想杀的人认错呢? 张震天有点担忧, 他害怕如果下镜不肯低头的话, 那么按照自己父亲的性子, 他是真的做得出来将自己赶出家门, 永不让进, 张震天想了想还是决定去找下镜问一问, 他想知道下镜的态度是怎样的, 其实下镜也有点矛盾, 他是个性格高傲的人, 在他认识张震天之前, 他无论做错什么, 他都不会低头认错, 在国外的时候, 下镜也做过因为自己的亲人而派人去杀那个人的事情, 那个时候下镜只是为了自己的朋友而两肋插刀, 以前的下镜从不会向任何人因为任何事而低头, 但是在认识张震天之后, 下镜就慢慢地开始改变了, 就连下镜这次派人去杀李家苑也是因为张震天和李家苑发生的事让他失去了理智, 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第二天一大早张震天就出门了, 连早饭都没有吃, 他一边走一边给下镜打电话约下镜出来, 他以为会很轻松地就把下镜约出来, 可是没想到, 下镜却不愿出来, 喂, 你在哪里? 张震天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下镜, 有什么事吗? 下镜反问张震天, 张震天听出下镜的语气有点不对劲, 就一个劲地问下镜, 你到底在哪里? 我找你有事, 我在哪里跟你有关系吗? 如果你找我是因为李家苑那件事情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不要见面说, 就在电话里说吧, 下镜直接就回了张震天, 张震天对于下镜的果断还有点没有回过神, 下镜拿着手机没有听见张震天的回答, 以为张震天没有在听了, 就问了张震天一句话就准备挂电话了, 喂, 你在听吗? 没有在听的话我就先挂了, 下镜问道, 下镜刚说完就准备挂电话了, 也许是张震天打心底里怕下镜挂电话, 所以下镜还没有挂断的时候, 他就回答下镜, 我在听, 我在听, 你告诉我你在哪里? 我们当面说, 行嘛, 张震天祈求地问下镜, 下镜听见张震天已经在这么低声下气地求自己了, 他不忍心再拒绝张震天, 最终下镜还是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告诉下镜了, 行, 那你来湖边找我吧, 湖边没什么人, 我就在湖边等你, 好好好, 你说在哪里就在哪里, 我马上就来, 你就在那里等我, 不要动, 一定要等我, 张震天喜出望外地对着下镜说道, 他怕下镜不等他, 他怕他到湖边看到的只有清澈见底的湖水, 而没有自己心爱的女人, 张震天说完不等下镜回答, 就把电话挂了, 他马上就去停车场开车, 他要赶紧去湖边找下镜, 不然去晚了, 下镜就不等他了, 张震天开车的技术还真的不错, 路上来来往往的那么多的车辆, 他的车速已经超速了, 他还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来来往往的车, 原本按照他现在的车速可以很快就到达湖边的, 可是路上有红绿灯, 还要堵车, 张震天是想闯红灯飞驰而去, 无可奈何的是, 有红绿灯的地方就在警察载, 所以他只能安分手挤地排队等着红绿灯的交替变换, 他动不动地就看自己的手表, 他看见时间一分一秒地转瞬即时, 他有点焦急了, 张震天等了好几次红绿灯后, 他在倒数第十个红绿灯的时候, 他等不住了, 他决定汽车步行, 他把车子停在马路中间, 就打开车门飞奔而去, 他拼了命地跑, 使劲地跑跑得满头大汗, 他气喘吁吁地艰难地呼吸着, 可是他还是没有停下来, 他在奔跑的过程中, 有好几次喘红灯而过, 都差点出车祸, 他跑了这么多的红绿灯难道他不累吗? 不, 其实他也很累, 但是比起心爱的人来说, 他还是觉得很开心, 就在倒数第三个红绿灯的时候, 他就快坚持不住了, 他好想停下来休息休息, 停下来喘口气, 喝口水, 可是他不能, 他怕他一停下来, 下镜就会不等他, 到最后即使他没卖出的一步他感觉疑似千斤重, 可是他还是坚持着, 他跑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终于来到了湖边, 下镜, 你在哪里? 张振天来不及喘气, 他就开口叫下镜的名字, 可是他连叫了好几声都没有听见回答, 他慌了, 张振天气馁地蹲在地上, 抱着头哭泣, 他怪自己跑得太慢, 没有来得及见到下镜, 下镜从张振天的背后慢慢地走出来, 没有一点脚步声, 所以张振天没有听见, 下镜从背后轻轻地拍了拍张振天的肩头, 振天, 无依下镜的叫喊对于张振天来说是个大大的惊喜, 张振天听见背后有人叫自己, 就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看, 张振天高兴得不得了, 原来下镜没有走, 下镜, 你没有走, 真是太好了, 张振天兴奋地一把拉住下镜的手, 他把下镜往自己的怀里一带就把下镜狠狠抱住, 下镜呆了, 这么久以来张振天就只拉过下镜的手, 却从来没有抱过下镜, 今天还是第一次拥抱, 你放开, 既然你来了, 快说吧, 找我是不是因为李家苑那件事, 下镜直接就问, 是, 我是为了李家苑那件事而来, 我也知道了我爸对你说的话, 我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做, 张振天也不管弯抹角, 很豪爽地就问, 你想让我怎么做, 下镜不打反问, 下镜, 我想你能不能第一次头, 去找李家苑认个错, 这样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张振天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以为下镜会同意, 可是结果却失望了, 啊, 让我去道歉, 他, 张振天, 你是不是弄错了, 背叛我的是你, 伤害我的也是你, 因为你我才会让小薇去杀李家苑, 你都没觉得你做错了, 你凭什么让我去道歉, 下镜听了张振天的想法之后直接就火了, 还打了张振天一记耳光, 这下张振天瞬间呆滞, 他没有想到下镜会动手打人, 下镜, 你疯了, 你干嘛动手, 有话不能好好说嘛, 张振天因为下镜给了自己一耳光, 也火了, 直接就冲下镜吼道, 张振天, 我下镜今天在这里告诉你, 这件事想让我低头, 不可能, 我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都对你爸下跪了, 你还要我怎样, 难不成你还想让我去给李海啸那个老不死的下跪吗, 我告诉你, 这绝不可能, 除非我死, 否则我绝不去找李海啸低头, 下镜说完头也不回地甩手离开了, 留下张振天一人愣愣地呆在原地, 张振天在湖边和下镜吵了一架后, 张振天默默地看着下镜离开的背影, 心里很不是滋味, 张振天决定找下镜的时候, 他以为下镜会为了他而做出任何牺牲, 哪怕是找自己的敌人低头认错,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下镜这次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 他没有想到下镜这次会这么干脆利落地直接否定, 张振天在下镜走后, 他想了很多, 是啊, 凭什么啊, 做错事的是我, 背叛了下镜的是我, 我一直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都没有受到惩罚, 我都没有找李家院认错, 我凭什么让下镜去找李家院认错啊, 张振天仔细想了想下镜说的话, 他觉得下镜说的没有错, 就算下镜去刺杀李家院是他做错了, 可是还是因为我背叛了他, 他才会去杀李家院啊, 这一切的一切不应该都是我做错了吗, 我有什么理由要求他去道歉呢? 张振天苦笑着, 他没有想到他和下镜的路会这样曲折, 他只是想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怎么就这么难呢? 深夜, 张振天回到家中, 他一推开门就看见沙发上坐着自己的父亲, 他慢慢地走过去, 站在自己的父亲面前, 爸, 您还没睡啊, 即使张老爷子之前因为下镜这件事和张振天吵成那样, 他还是不忍心看着自己年迈的父亲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你没回来, 我怎么睡? 张老爷子叹了口气对着张振天说道, 张振天听自己的父亲这么说, 就知道自己的父亲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 是在等自己回来, 您等我回来, 是有什么事要说吗? 张老爷子听见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这么说了, 他也就不客气了, 直接就说道, 他怎么说? 张振天明明知道张老爷子问的是什么, 可是他还是洋装不知道是什么, 反问张老爷子, 什么他怎么说? 这应该不需要我点破吧, 你会不知道我说的什么? 别装了, 我知道你去找夏静了, 说说吧, 他是什么态度? 张老爷子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张振天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张老爷子的问话, 他心想, 夏静的态度已经那么明确了, 那肯定夏静是不会去找李海啸和李家苑低头认错的, 可是我又该怎么对老爸说呢? 张老爷子见自己的儿子发呆, 忍不住问, 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 我问你夏静是什么态度? 张老爷子也是有脾气的, 一次两次他可以不计较, 但是凡事是不过三。 爸, 我想问你一句话, 张振天还是想问一下自己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态度? 你说吧, 我想知道, 您为什么一定要夏静去找李海啸和李家苑父母两个人认错? 张振天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是夏静让你来问我的, 张老爷子不打反问张振天, 怎么可能是夏静让我来问您的? 这是我自己想问的, 你就直话直说, 您到底为了什么一定要让夏静去找李家苑他们认错? 张振天一听见自己的父亲把这些事情都推给夏静, 他就感觉心里不爽, 我为什么, 就为了他如果想做你张振天的媳妇, 想做我张默的儿媳妇, 想做张家的媳妇, 他就必须身世清白, 就算张家的媳妇是个雇佣兵, 但是也得是一个没有杀过人的雇佣兵, 也必须是一个心地善狼的雇佣兵, 更主要的是, 就算这个人心的不怎么善良, 但是也不能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 我张默可以接受雇佣兵当我的儿媳妇, 但是我张默绝不允许一个杀人犯当我张家的媳妇, 张老爷子满脸通红地对着张振天说道, 爸, 夏静他没有杀人, 李家苑不是活得好好的嘛, 如果夏静真的想杀了李家苑的话, 那么您觉得就凭他雇佣兵的团长, 他会杀不死李家苑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吗, 如果他真的想杀了李家苑, 那么李家苑还会有机会来我家说夏静找人刺杀他的事吗, 如果夏静真的想杀李家苑, 那他还能活到今天, 爸, 其实您也知道, 如果夏静是一心一意想要杀了李家苑的话, 就算李家苑躲到天涯海角, 凭夏静的雇佣兵团队的力量, 他会找不到李家苑躲在哪里吗, 就算夏静在湖边打了张振天一记耳光, 可是他还是忍不住地为夏静做辩解, 行了, 时间不早了, 我明天还要去公司, 你早点睡吧, 张老爷子懒得听张振天在这里为夏静求情辩解, 直接就准备上楼睡觉, 张振天看见自己的父亲对于他说的话无动于衷, 张振天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 你这是做什么, 张老爷子看着张振天的举动不解地问, 爸, 我求您了, 你就别让夏静去找李家苑道歉了行吗, 张振天跪在地上问张老爷子, 你居然为了那个女人给我下跪, 张老爷子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振天啊, 我真没想到你会为了一个女人来给我下跪, 你的性格变了, 你小时候做错了事, 我让你跪下, 你宁可被我关在门外吹冷风, 你也绝不下跪, 那时候的你性格高傲, 可是现在的你却为了一个女人来给我下跪, 你变了, 变了, 爸, 不是我变了, 而是我真的想跟夏静在一起, 您知道吗, 夏静的性格有多高傲, 他从小到大, 没有跪过任何人, 包括他的父母, 可是他为了我, 为了得到您的认可, 他那么高傲的人都对您跪下了, 而您却还要求他去找李家苑道歉, 您这不是伤他的自尊吗, 爸, 既然夏静因为李家苑这件事对您下跪认错了, 那他肯定是知道自己做错了, 您就原谅他吧, 不要让他去给李家苑道歉了, 他如果去给李家苑道歉的话, 那么您觉得像李海啸那样的人, 他会原谅夏静吗, 说不定李海啸还会让夏静给他下跪呢, 到时候就算李海啸原谅了夏静, 那又怎么样, 难道您希望你的儿媳妇去给别人下跪吗, 那样不就是丢您的脸吗, 如果真的需要道歉的的话, 那么我去替夏静道歉, 张震天苦口婆心地劝说着自己的父亲, 张老爷子听了觉得张震天说的有道理, 心想, 也对, 我张默的儿媳妇怎么能给别人下跪, 那样丢的不就是我张默的脸吗, 虽然张老爷子心里已经认可了张震天说的话, 可是面子上一下子还是过不去, 你起来吧, 我考虑考虑, 张老爷子对着张震天说道, 张震天站起来欲言又止, 张老爷子回头看见了, 就对张震天说了一句,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 你说的话我会好好考虑考虑的, 张震天心里轻松了许多, 只要老爸肯考虑考虑, 那就证明我说的话他听进去了, 张老爷子听了张震天的话后就上楼去了, 这个夜晚注定又是一个无眠之夜, 张老爷子因为张震天说的话而睡不着, 而张震天却因为担心自己的老爸会不会改变态度而睡不着, 张老爷子回到卧室后躺在床上想着张震天对他说的话, 他觉得很有道理, 他心知肚明张震天是抓住了他的弱点才来为下进求情的, 张震天明白自己的父亲是个把面子看得很重要的人, 所以他才会利用张老爷子的面子理论来跟张老爷子求情, 哎,我是同意也不对, 不同意也不对, 虽然震天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我现在又改变主意的话, 那别人肯定会认为我张默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与其那样倒不如将错就错, 让夏静道个歉就完了, 可是震天又来找我说这个事情, 还专门为了夏静这件事来求情, 这可如何是好啊, 张老爷子心想, 要是真的让夏静去道歉, 还真不知道我那个不成气候的儿子又会做出什么事来, 张老爷子越想越生气, 张震天在自己的卧室里面也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不知道爸的想法是什么, 也不知道爸考虑得怎么样了, 哎,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为了替夏静隐瞒的话事情也不会弄成这样, 谁会想到夏静居然早就约了爸出去把李家院这件事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而我还像个傻子一样在自己的老爸面前为他说话, 张震天的心里也很不爽, 他就算是存有私心地为夏静隐瞒, 但是他也是好意, 可他没想到结果会弄巧成桌, 非凡没有让张老爷子对夏静误会减少, 反而被自己的自作主张而让自己的老爸对夏静的误会更深了, 这天什么时候才会亮啊, 张震天这个晚上就像是杜苗如年, 他从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难以入眠, 他盼望着天可以早点亮, 那样就可以去找自己的父亲问问他的想法了, 张震天趁着天还没有亮, 他回忆了一下和夏静相遇的时候的场景, 他不由地笑了起来, 可是他一想到天亮了就会知道自己老爸的想法, 他的心里就有点担忧, 要是老爸没有听进去我说的话, 还是坚持让夏静去找李家苑道歉的话, 那该怎么办? 夏静的态度说得那么清楚了, 他是不会去找李海啸和李家苑道歉的, 难道我和夏静真的就这样散了吗? 张震天想到, 如果老爸听进去那是更好, 如果实在没有听进去那就只能我亲自去替夏静给李海啸和李家苑道歉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张震天听着自己卧室里面的钟表上的秒针, 一圈一圈地转个不停, 他跟着秒针的转动慢慢地数着时间, 终于等到天亮了, 张震天看到天亮了就赶紧爬起来往客厅里面冲, 他去客厅的时候, 张老爷子还没起来, 他等啊等, 等啊等, 等到十点多的时候, 才见张老爷子慢悠悠地一步一步从楼上走下来, 张震天看见张老爷子下来了就如同见到了神仙一般, 鞋子都来不及穿就冲着张老爷子飞奔而去, 站住, 张老爷子用手做了一个停的手势, 张震天以为张老爷子是要说出他的决定, 所以停下听着, 这么大个人了, 居然在家连鞋子都不穿, 你想干嘛, 造反呐, 张老爷子原来是看见张震天连鞋子都没有穿就在地上跑, 所以才发火的, 张震天一下子就明白为什么老爸一看见自己他的脸色就那么难看的, 原来是因为这个, 张震天又跑回去把鞋子穿好了, 爸, 您请坐, 您早饭吃什么, 我去给您做, 张震天讨好事地问着张老爷子的意见, 张老爷子想, 就算要告诉震天他的决定还是和之前一样, 那也要先吃饱了饭再说, 难得震天愿意做早饭, 不如就让他先坐来吃了再告诉他, 哎, 就这么办, 张老爷子原来想让张震天把饭做来给自己吃了之后再告诉他自己的决定, 不愧别人都叫他老狐狸, 既然你这么热情,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你就给我煮点清蒸鱼, 糖醋排骨, 红烧肉, 嗯, 就先做这几样吧, 张老爷子对着张震天说出了自己早上要吃的饭菜, 张震天听得目瞪口呆, 这都是些什么菜, 他都不会做, 爸, 这, 这些菜我都不会做啊, 要不我给您煮粥吃, 张震天试探地问道, 哼, 既然不会做干嘛献殷勤, 既然你都说了要给我做早饭, 那你肯定会做啊, 快去吧, 等你什么时候把这几样菜做好了, 我们再来谈下劲的事情, 张老爷子也不管张震天会不会做, 他只想让张震天知道,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张震天听自己的老爸都这样说了, 为了下劲, 他也只得硬着头皮去做了, 张震天翻出手机, 按着手机上面搜索出来的步骤, 一步一步地坐着, 他看着手机上的视频, 以为很容易, 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做起来这么难, 两个小时后, 张震天终于把自己老爸说出来的菜给做好了, 他把做好的菜端上餐桌, 叫张老爷子来吃, 张老爷子走到餐桌前, 看着餐桌上的菜, 那表情都傻掉了, 你, 你这是做的什么菜, 张老爷子指着轻争一问道, 这是您说的轻争鱼啊, 这是你做的轻争鱼, 轻争鱼不都是白米色的吗, 你做的这个轻争鱼是便衣了吗, 怎么黑乎乎的, 张老爷子问张震天, 爸, 我倒酱油的时候一不小心倒了半瓶, 张震天窃窃地答道, 什么, 你还倒了酱油的, 张老爷子还是第一次听说轻争鱼要倒酱油的, 张老爷子又指着糖醋排骨问张震天, 你这又是什么, 爸, 这是您说的糖醋排骨啊, 张震天回答张老爷子, 张老爷子又傻掉了, 你这是糖醋排骨, 你怎么把糖醋排骨煮焦了, 我把骨头放进锅里的时候, 火太大了, 锅里面燃起来了, 我把火灭了的时候骨头就这样了, 张震天弱弱地应声, 张老爷子指着红烧肉问, 那这个不会是红烧肉吧, 对啊对啊, 这就是您说的红烧肉, 张震天迫不及待地回答, 你的红烧肉真有性格, 都变成煤炭色了, 张老爷子服了张震天, 算了算了, 做了两个小时, 你居然把菜做成这个样子, 你这让我无从下口, 张老爷子训斥道, 爸, 您不吃的话, 我给您煮粥, 不用了,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做个饭都心不在焉的, 你肯定连做饭都在揣测我的想法吧, 张老爷子直接就点破了张震天, 爸, 既然您知道, 你就快点告诉我嘛, 张震天知道张老爷子让他做菜是在考验他的耐心, 但是现在他忍不住了, 你就这么想知道我的想法, 张老爷子反问, 是, 你快点说, 张震天不耐烦地回答张老爷子, 好, 你听好了, 虽然我觉得你说的话很有道理, 但是我的决定还是和之前的一样, 张老爷子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张震天听了有点不可思议, 他没有想到他都那样求自己的父亲了, 可自己的父亲考虑一晚上的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 并没有改变, 爸, 为什么? 我考虑了夏, 夏进去道歉过后, 他成为了我的儿媳妇, 你过得没错, 那样的话我会觉得丢脸, 但是总比让别人觉得我张默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好得多, 我虽然爱面子, 但是我也是个生意人, 商场上最重要的不是面子, 而是诚信, 你说, 商场上谁会愿意跟一个不讲究诚信的人合作呢? 为了张氏集团能够永久地繁荣下去, 我必须放弃所谓的面子, 而去注重诚信, 张震天觉得张老爷子说的也有道理, 他明白一个生意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张震天看着父亲远离而去的背影, 犀利不由地感到惭愧, 他心想, 自己这么多年来什么都没有帮父亲做, 还一次一次地给父亲添麻烦, 也难为自己的父亲还一次一次地给自己收拾烂摊子, 真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帮帮自己的父亲, 而不再是他给我收拾烂摊子了, 张震天知道自己父亲的想法了, 他决定尊重父亲的决定, 现在他只能再去问一问夏静的意思了, 咚咚咚, 一阵一阵地敲门声传来, 张震天去夏静的家里敲响了夏静的家门, 可是没有回应, 他打电话给夏静, 就只听见手机铃声在房间里面响着却没有人接, 夏静,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给我开门, 张震天也有点不高兴了, 你再不开门我就把门踹开了, 咚, 门被张震天一脚给踹开了, 他怒气冲冲地跑进去看见夏静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夏静知道他来了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他不高兴了, 夏静, 你什么意思, 明明你在家为什么不开门, 张震天冲着夏静吼道, 夏静不理张震天, 你说话呀, 你干嘛不说话, 张震天又问道, 夏静从茶几上摘了几颗葡萄悠哉悠哉的往嘴里喂, 根本不理张震天, 仿佛他没有听见张震天说的话一样, 这让张震天活更大了, 夏静, 我跟你说话呢, 你是哑巴吗, 说话呀, 张震天冲过去一把拉住夏静得手, 夏静想挣脱开, 可是张震天得手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 夏静越是反抗张震天就越用力, 他用力地拽着夏静的手, 夏静看着自己已经发红的手腕, 他知道张震天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你放开我, 夏静冲着张震天不客气地吼道, 张震天回过神看见夏静的手被自己捏成那样, 他心里舍不得, 他甩开夏静的手, 你找我什么事, 说吧, 夏静问张震天, 张震天听见夏静开口问了正准备说自己来找夏静的目的的时候, 却被夏静打断了, 等一下, 你不会又是来找我说李家院的那件事的吧, 夏静郑重下话地说出了张震天的目的所在, 夏静听见夏静就这样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有点不自在, 夏静看见张震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就知道被自己说中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 对于李家院那件事没什么好说的, 你走吧, 夏静直接就下了逐客令, 张震天急忙解释道, 夏静, 你让我把话说完啊, 张震天可怜兮兮地望着夏静, 夏静看着张震天的这服模样也于心不仁, 行, 你说吧, 夏静, 我想再问问你, 你可不可以去找李家院道个歉呢, 张震天刚问出这句话就后悔了, 他就那么看着夏静, 哎, 震天, 不是我不道歉,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都对你爸爸下跪了, 我当时也答应你爸去找李家院和李海啸道歉了, 你为什么又要来对我说一遍让我去找李海啸和李家院父女俩道歉呢, 是你爸让你来找我, 然后让你再来要求我去找李家院道歉陪不是的吗, 夏静说出了令他不爽的原因, 张震天并没有听懂夏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夏静, 你说什么, 我没太听懂, 哈哈, 你居然跟我说你听不懂, 夏静冷笑道, 张震天啊张震天, 你告诉我, 我夏静在你眼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震天没有想到夏静会突然来问他这个问题, 一时间张震天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夏静看着现在自己面前的张震天, 叹了口气, 也罢, 也许在你张震天的眼里, 我夏静就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女人, 张震天知道夏静生气了, 他赶紧对夏静说, 夏静, 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在我心里是很完美的存在, 我从来没有觉得过你是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女人, 你在我心里站的位置很重要, 夏静听见张震天这样说心里觉得更是难受, 张震天你知道吗, 如果是之前我听见你说的这些话, 我会很感动, 可是现在你为了让我去找李家苑道歉陪布时, 你来对我说出这些, 我只会认为你是为了让我低头去道歉所以才这么说的, 夏静,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这么不相信我啊, 张震天紧张得要死, 他怕夏静会不再信任自己, 张震天, 是我不相信你还是你不相信我, 夏静, 我没有不相信你啊, 张震天解释道, 张震天你还敢说你没有不相信我, 你如果相信我, 你又怎么会在我答应你爸爸去找李家苑道歉后, 你又来再次对我提起这件事, 这就是你所谓的相信我, 如果你相信我, 你还会三番四次的为了李家苑的事情来找我, 张震天是不是你跟你老爸一样, 也觉得我一个雇佣兵团的人, 不配嫁入豪门, 是不是你也认为我比不上豪门市价的钱金, 是不是你也觉得跟我在一起会丢了你们张家的脸, 夏静每问张震天一句就像张震天靠近一步, 他步步紧逼, 把张震天逼到了墙角才停下来, 张震天看见夏静想要转身, 他一下子反应过来, 右手把夏静从背后抱住, 他轻轻地对夏静说, 夏静,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这样认为, 你相信我好不好, 你放开我, 夏静用力地挣扎着, 他想挣脱开张震天的束缚, 我不放, 打死我也不放, 在我张震天的眼里, 你, 夏静, 比所有的豪门市价的千金都好, 我从没觉得你配不上我, 我也从没觉得跟你在一起会丢了我张家的脸, 我只知道, 你是我值得用一生去爱的女人, 是值得我用一生去呵护的女人, 张震天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这让夏静有点无所适从, 你先放开我, 我有话对你说, 夏静把语气放柔弱了许多, 张震天怕放开夏静了, 他就会走, 我不放, 你要说什么就这样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一次两次地来找我去给李家院道歉, 是你的意思还是你父亲的意思, 还是你父亲根本就不相信我会去找李家院道歉, 张震天终于弄明白了, 原来不是夏静不愿去道歉, 而是夏静以为我们都不相信他会去道歉, 所以他才会这样, 夏静, 这件事是我的错, 我, 张震天把自己那天和张老爷子说的话全都告诉夏静了, 夏静听了很不舒服, 他以为张震天很了解自己, 没想到自己爱的男人不但不信任自己而且还不了解自己, 这让夏静的心里很痛很痛, 震天, 我想知道, 你了解我吗? 夏静不紧不慢地问, 当然了解你啊, 张震天很肯定地回答夏静, 哈哈,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敢说你了解我, 你要是真的了解我你又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性格, 我夏静做事从来都是有错必改, 你了解吗? 你要是真的了解我又怎么不知道我会找你的父亲坦白呢? 夏静把张震天抱着自己的手一根一根手指的掰开, 面对面地望着张震天苦笑道, 夏静把张震天问得无言以对, 张震天, 你都不了解我夏静, 我又何必为了你去给别人下跪, 你走吧, 这件事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起, 否则我们就只有分道扬镳了, 夏静放出狠话, 张震天知道是自己做错了, 他只能默默地转身离开, 张震天边走边想, 爱, 既然我已经决定尊重父亲的决定, 现在夏静又不愿意低头, 所以我只能自己去找李家愿道歉了, 张震天跟夏静吵完架后, 就从张家出来去张氏集团找张老爷子, 同时张震天私自从公司离开后, 张老爷子也在到处寻找张震天, 夏静这一去张老爷子就知道张震天善离职守是因为要去见夏静了, 张氏集团董事长办公室门口, 夏静刚到董事长办公室门口就被张老爷子的秘书给来了下来, 夏小姐, 您不能进去, 等我询问过董事长之后, 要董事长同意了您才能进去, 秘书对着夏静弯腰说道, 让开, 这个门我今天一定要进去, 夏静本来在张家的时候被张震天那么说了心里就已经十分不爽了, 现在还被张老爷子的秘书给拦了下来, 心里就更加不舒服, 他只能把怒火发泄在这个无辜的秘书身上了, 夏小姐, 您真的不能进去, 董事长还没同意, 秘书还是尽职尽责地对夏静说道, 您等我进去通报一声董事长, 可以吗? 行, 你帮忙进去通报一声, 我在这里等你, 夏静见张老爷子的秘书对自己的态度这么好, 他也不好意思再继续为难他了, 秘书听见夏静同意自己说的话了, 就赶紧敲门进去询问张老爷子的意见去了, 他进去张老爷子办公室的时候张老爷子还在打电话, 咚咚咚, 秘书敲响了张老爷子办公室的门, 进来, 张老爷子躺在转椅上头也不抬得打道, 秘书走进去张老爷子看见是自己的秘书进来了, 就对着跟自己通话的人说道, 我现在还有事, 有时间了打给你, 有什么事吗? 张老爷子问自己的秘书, 董事长, 夏小姐说要见您, 不知道您见还是不见呢? 张老爷子感到奇怪, 夏静来找他做什么, 他还是决定先问问秘书张震天回到公司没有, 你让他进来吧, 对了, 张震天又来公司没有, 刚刚他来找我谈事情, 还没说完他就接了个电话走了, 张老爷子问秘书, 董事长, 您二字从早上走了之后就没有再来过公司, 秘书恭恭敬敬地回答着张老爷子的问话,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让夏静进来, 张老爷子挥挥手让自己的秘书出去, 夏小姐, 我们董事长有请, 秘书走出张老爷子的办公室对夏静说道, 谢谢, 咚咚咚, 夏静敲门进去了, 张老爷子在看到夏静的那一刹那, 他仿佛就知道夏静此次前来并不是好事, 夏静看着张老爷子并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就率先开口说道, 不好意思啊, 叔叔, 打扰您上班了, 张老爷子听见夏静这样说心里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他还在想, 难道夏静是为了给李家苑道歉的那件事来的, 夏静好像会读新术, 他看见张老爷子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他就开口对张老爷子说道, 叔叔, 我不是为了给李家苑道歉的那件事来的, 今天我来找您是有别的事情, 张老爷子听夏静这么说就放心了不少, 可是夏静的接下来的一句话又让张老爷子如坠冰窖, 叔叔, 虽然呢我今天来公司找您是有别的事, 但是我还是想问问您李家苑的那件事, 夏静说完看着张老爷子原本明媚起来的心情, 一下子又被自己的一句话给拉到了黑暗的心情上面去了, 夏静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可是他又不能不问清楚, 也罢, 你问吧, 张老爷子叹了口气对夏静说道, 叔叔, 之前我约您出去见面的时候我是不是对您说明了所有的情况, 当时我是不是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您说如果要得到您的原谅就要李家苑先原谅我是与不是, 我当时是否承认去找李家苑道歉, 夏静有点不高兴地问张老爷子, 是,没错, 你当时的确向我说明了所有情况, 我也的确说过要我原谅你就必须要先得到李家苑的原谅, 你当时虽然没有明说会找李家苑道歉, 可是你已经默认会去找他道歉, 但是那又怎样, 张老爷子不解地问夏静, 哈哈, 您说得到轻巧, 什么叫那又怎样, 既然我当时默认了会找李家苑道歉, 那么我就一定会去, 您又何必让张振天三番四次地来找我, 让他来要求我去给李家苑道歉呢, 还有, 我明明在约您见面之前, 张振天就已经见过我, 我也告诉他事情的所有经过, 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夏静开始怒火中烧了, 张老爷子听见夏静这么说心里有点不痛快了, 什么叫我让振天三番四次去找你给李家苑道歉赔不是的啊, 叔叔, 我现在呢还叫您一声叔叔, 我理解你一开始就不同意我跟振天在一起的原因,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是什么样的人难道您还没有看清楚吗, 我夏静是那种敢做不敢当的人吗, 夏静已经对着张老爷子吼了起来, 夏静, 叔叔我看得很清楚, 你并不是那种人, 这件事有误会, 我并没有让振天去找你并强烈要求你去给李家苑道歉, 张老爷子拍了拍夏静的肩头, 对夏静解释说道, 叔叔, 这件事有没有误会, 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今天见您的主要目的是想告诉您, 我准备离开这里了, 夏静对着张老爷子笑了笑, 张老爷子听见夏静的这个决定脑回路一下子还没有转过来, 神, 神吗, 你要离开这里, 张老爷子惊讶地问夏静, 是的, 叔叔, 我决定离开这里了, 现在张氏集团运营得很好, 不会出问题的, 你以后好好保重, 夏静说完就想走, 张老爷子一下子叫住了夏静, 夏静, 你等等, 你要离开这里的这件事, 郑天知道吗? 叔叔, 在这之前我已经见过郑天了, 那你有没有告诉郑天你要离开的这件事? 张老爷子又问道, 你能告诉我你今天见郑天是为了什么事吗? 叔叔, 不瞒您说, 我今天见郑天是为了李家苑的那件事, 我原本是准备找郑天陪我一起去找李家苑道歉的, 可是郑天他说了一些话, 让我不想留在这里了, 果然, 郑天原本在公司找我谈事情, 可是他接了一个电话就突然离开了, 郑天是去见你了吧? 是的, 可是我们见面谈的结果不是很好, 我想先离开这里, 叔叔, 这件事希望您能够替我保密, 不要告诉郑天可以吗? 哎,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郑天? 张老爷子问夏静, 叔叔, 还是不要说了吧, 他今天说的话真的有点伤我的心了, 或许在郑天的心里, 我还不够爱他吧? 夏静说完对着张老爷子勉强地挤出一点微笑, 好吧, 你们的事情我也不管了, 该怎么办? 你们自己决定, 张老爷子对于夏静要离开这里的决定也感到无可奈何, 叔叔, 请您替我保密, 夏静祈求地望着张老爷子, 张老爷子看到夏静这个样子, 心里也有点舍不得, 最终他还是答应了夏静的请求, 不告诉张震天夏静离开这里的事情, 好, 我答应替你保密, 但是你到了目的地之后, 记得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张老爷子对夏静和蔼地说道, 哎, 谢谢叔叔, 那我就先走了, 您好好保重, 夏静对张老爷子说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 夏静在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他的眼泪湿润了眼眶, 夏静也舍不得, 他心里清楚张老爷子是个很好的人, 可是现在事情闹成这样, 他不得不离开, 张震天看着夏静的离开, 心里难免会有点舍不得, 毕竟夏静不顾一切的就和张氏集团, 所以张老爷子对夏静还是有好感的, 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对夏静, 张老爷子坐在椅子上回想了一下夏静对他说的话, 他始终想不明白, 为什么夏静说自己三番四次让震天去找他并且要求他去给李海啸和李家苑道歉陪布时, 难道是震天对夏静说了什么, 可是不对呀, 震天找夏静能说什么了, 除了怎么让我同意他们在一起还能说什么别的, 张老爷子想了半天实在是想不出来, 他决定找张震天问问清楚, 下午六点左右, 张老爷子回到家中, 他进屋没有看到张震天便问徐宜, 徐宜,徐宜,张老爷子在客厅里面叫道, 老爷,您回来了, 晚饭正在做呢, 您稍等一会儿, 徐宜听见张老爷子在叫自己, 就急急忙忙地从厨房里跑了出来, 徐宜还以为张老爷子叫他是为了问问晚饭煮熟了没有, 谁问你晚饭啊, 我问你, 你看见震天没有, 张老爷子问徐宜, 徐宜恍然大悟, 他告诉张老爷子, 老爷, 少爷今天上午打电话回来说要是夏小姐来家里找他的话就告诉夏小姐在家里等少爷, 原本少爷进屋的时候还在到处找夏小姐, 少爷见到夏小姐的时候, 可高兴坏了, 可是后来不知道夏小姐跟少爷聊了些什么, 少爷跟夏小姐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最后夏小姐走了少爷就上楼去了, 一直都没有下来, 张老爷子听了徐宜的话, 再加上夏静在公司对张老爷子说的话, 他大概明白了, 行, 我知道了, 徐宜, 那你先忙去吧, 张老爷子对徐宜说道, 我先上去看看震天, 好的, 老爷, 徐宜对着张老爷子弯了弯腰就继续去厨房忙着做晚饭去了, 张老爷子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喝完后, 他就慢慢地爬着楼梯去找张震天, 张老爷子来到张震天的卧室门口, 敲了敲门, 就进去了, 他一进去就看见自己的儿子醉醺醺的倒在床边, 他走过去碰了碰张震天的头, 见他没有反应, 张老爷子就用张震天放在床边的酒朝着张震天的脸泼了过去, 张震天一下子就醒了, 张震天正准备破口大骂, 可他抬头看见是自己的父亲他就怂了, 爸,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张震天先发着人开口就问张老爷子, 哼, 你还好意思问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看你这个样子成何提头, 你在外面喝酒就算了, 居然还敢把酒拿到自己的卧室来喝, 你眼里还有没有家规? 张老爷子气愤地吼道, 张震天知道这件事是自己做错了, 所以他只能站在那里被自己的老爸训斥, 却一句话都不敢说, 爸, 我知道错了, 您别生气, 气坏了身子就不划算了, 张震天看着张老爷子被他气的脸色潮红, 他担心地拍着张老爷子的胸膛对张老爷子说道, 张老爷子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结结巴巴地对张震天说, 震, 震天, 爸, 您别急, 慢慢说, 张老爷子坐在张震天的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过了好一会儿, 张老爷子才开口说, 震天, 我有事问你, 张震天感到有点奇怪,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能有什么话问自己, 不会又是公司的事吧, 张震天心里有点发虚, 今天我在公司谈事情的时候突然离开,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去, 老爸不会是要问这件事吧, 要是让爸知道今天上午的突然离开是因为接了下镜的一个电话的话, 那后果就糟了, 惨了惨了, 张震天害怕张老爷子来问今天在公司谈事情的时候为什么突然离开, 他不想再因为自己而让自己的父亲对下镜的误会更深, 张老爷子似乎看出了张震天的紧张, 你紧张什么? 没, 没有啊, 爸, 我又没做坏事, 怎么会紧张呢? 张震天心虚地对着张老爷子说道, 没紧张就好, 张老爷子知道张震天在紧张什么, 他也不说就似笑非笑地看着张震天, 张震天被张老爷子那似笑非笑的表情看得毛骨悚蓝的, 他赶紧问道, 爸, 你要问什么? 说吧, 你放心, 我不是问今天上午你突然离开的原因是为了什么, 张震天听张老爷子这么一说, 心里就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上午突然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夏静给你打了电话, 所以你才离开的, 张老爷子说出了张震天担心的问题,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你还能有什么事要问我? 张震天疑惑地问张老爷子, 震天, 我想知道, 你是不是对夏静说了什么? 爸, 我能对夏静说什么啊? 真是的, 如果你什么都没说,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之前有没有因为李家苑的事对夏静说过什么? 爸, 是不是夏静对您说了什么? 张震天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这个你不用管, 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因为李家苑的事对夏静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让他误会的事。 张老爷子依旧抓住这个问题问张震天, 看来老爸是知道了些什么,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一直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既然如此, 不如就告诉他吧。 爸, 您说的没错, 夏静对我的确是有点误会, 可是那也不能全怪我啊。 张震天还真正有词地对张老爷子说道, 好吧, 震天啊, 说句心里话, 爸爸觉得夏静这个女孩不错, 挺有个性的, 虽然他是个雇佣兵, 但是他的内心并不坏, 他是个善良的姑娘, 你要好好对他, 张老爷子语重心长地对张震天说道, 张老爷子没有打算继续去追问张震天跟夏静的事情, 他决定还是顺其自然, 夏静都已经离开了, 以后他们还能不能在一起就只能看天意了, 爸, 您的意思是同意我跟夏静在一起了, 张震天喜出望外地问张老爷子, 哎, 我同意了, 但是结果你们能不能在一起还得看你们自己的, 好, 这个没问题, 只要您同意了就行, 谢谢您爸, 张震天激动地一下子抱住了张老爷子, 这让张老爷子大吃一惊, 自从张震天遇见夏静以来, 这么久了, 张震天都没有再抱过自己, 这次却因为自己同意他们在一起而拥抱了张老爷子, 哎, 现在你还感谢我, 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你知道夏静的离开我知道却没有告诉你, 你还会不会感谢我, 只怕那个时候你会恨我这个爸爸恨得入骨吧, 张老爷子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默默地在心中想到, 可惜, 夏静已经离开了, 哎, 张震天并不知道张老爷子在想什么, 他松开张老爷子, 就准备跑去找夏静, 张老爷子一看就知道张震天在想什么, 他叫住了张震天, 都这么晚了, 你就不要去找夏静了, 等明天再去也不迟, 对对对, 您看我, 都高兴地晃了头了, 我应该让夏静好好休息, 张震天他认为张老爷子说的有道理, 可他却不知夏静此刻已经踏上了飞往英国的航班。